301 迷雾重宝 这群疯狂的妖兽 似乎并没有朝着帝国腹地 进一步清洗的想法 一定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 在操控着这些 没有智慧的杀戮凶兽 叶清雨冲天起 摆脱了飞行妖兽的纠缠 催动元气 朝着陆明山的方向 风驰电车而去 陆明山距离陆明郡城 不过是数十里的路程 以叶清雨的速度 几乎是转瞬即到 陆明山脉方圆数百里 虽然山势无法好 和歌陆山脉中心地带相比 但其中也颇多重山峻岭 山谷纵深 原始森林茂密 又因为地靠北境 因此气温极低 大多数山峰上都是白雪矮矮 只有靠近外围的区域 草木枯黄之中略有苍翠 从高空之中俯视下去 主风宛如一头苍龙一般 南北蔓延 而刺风 从脉 则如龙子一般 缭绕在周围 下方兽群遮天蔽日 叶清雨在四五千米的高空 你这兽群潮流上 很快就来到了歌陆山的中央山脉区域 一大片银灰色的迷雾 将这片区域已经遮盖 无尽的妖兽群 正是从这片被银灰色迷雾笼罩的区域之中 源源不断地奔跑了出来 叶清雨缓缓地下降靠近 一股很可怕的气息 从银灰色迷雾之中 涌动弥漫了出来 这是 混沌迷雾 叶清雨心中震惊 所谓混沌迷雾 据说是介于诞生之初 遗留下来的虚无物质 这个世界上所能寻找到的任何力量 都能够在混沌迷雾之中找到 无数错综复杂的力量 杂乱无序的纠缠 不断地产生 湮灭 再产生 再湮灭 迷雾之中的状态 是一种介于新生和毁灭之力的清醒 即便是苦海境的强者 进入混沌迷雾之中 也有陨落的危险 传闻在天荒界诞生之初 大部分的疆域 都被这种混沌迷雾所笼罩 后来 经过了天荒界之中种族的探索开垦 才将这样的混沌迷雾 不断地驱赶驱逐 开辟出了大量的可生存区域 到了如今 已经数千年的时间过去 天荒界大部分疆域之内的混沌迷雾 都已经消失 只有传说之中的几大境地里面 才有混沌迷雾存在 这种可怕的毁灭物质 极不稳定 但因为具有连苦海境强者 都忌惮的恐怖杀伤力 因此 又被一些狠人收集 以密法保存和忌炼 使之成为武器 是入冥山之中 绝对不曾有过混沌迷雾存在 可现在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了呢 他看着下方的宛如云海茫茫般的混沌迷雾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如何勘察 越是靠近 就越是 能够感受到 这片迷雾的恐怖 银灰色的雾气之中 有星星点点的 光辉在闪烁 仿佛是被淡淡阴云遮盖了的夜晚的星空 充满了神秘深邃之感 夜轻与府看下去 猛然之间 有一种错觉 仿佛是前后左右上下的方向感都已经消失 自己并非是居高临下的俯瞰 而是在仰面超天地 眺望无尽宇宙星辰 星空一般 丝丝缕缕的淡灰色阴云 从混沌迷雾之中 游散出来 即便是一丝丝的靠近 夜轻与稍稍触及 也会感觉到 如同被神兵力气切割一般的痛绝 他全力催动员弓 寒霜元气 在身体周围 形成了一个直径一米的光照 阻挡那混沌阴云 侵入体内 这一下子可麻烦了 被混沌迷雾笼罩的区域 以我的实力 根本无法穿越进去 夜轻与微微皱眉 他连续换了好几个方位方向 都没有找到什么路径 就在这时 咻 远处又有一道光滑急皱而来 夜轻与心中一动 悄悄隐于一旁 光滑如电 到了混沌迷雾之前 停顿下来 化作了两个人影 一高一矮 身穿着宗门服饰 夜轻与江湖惊艳欠缺 对雪国境内的宗门 除了三宗三派这样的顶级存在之外 其他大小宗门都不了解 因此 单单从服饰上 无法分辨 他们到底是 来自于那个宗门 不过大致能够感觉得到 这两个人的实力 不相伯仲 大约都在四十零权左右 师兄 到了陆明山中央了 江湖上传言 陆明山中有重宝即将现世 应该就是这里了 我们得到消息最早 应该来得也早 抢先进去 碰碰运气啊 为什么在这里停下来 矮子一脸警惕地打量着四周 还是先观察一阵 我总觉得这一趟 凶多吉少 到底是什么重宝 你我也不清楚啊 高个子犹豫着道 矮个子并不赞同 开口反驳道 江湖路 哪里不危险 我们比别人早到一分 就多一分机缘 这样白白等下去 实际一失 就没有下次了 大不了配上这条命 如果真薄到机缘 那说不定就可以振兴我刘成宗 师父他老人家全下有之 也会含笑 要是宗门壮大了 也可以护佑周遭百姓自命 免受匪患之苦 高个子犹豫了片刻 最终一咬牙 道 好吧 拼了 两人稍微商量了片刻 略做准备 各自召唤出一件战袍 宛如铠甲一般 照在身上 催动员弓 战甲上符文光滑流转 符文图案 如同小蝌蚪一样 密密麻麻地 护住了他们的全身 羞羞 两人竟是直接冲入了 那混沌迷雾之中 叶清语在一边现出了身形 这两人看起来 倒不像是什么坏人 还想着庇护百姓 嗯 不对 这两人的实力 比如还不如 竟敢以身犯险 进入混沌迷雾之中 叶清语大感惊讶 虽然那两人 临进入之前 祭出了战甲 但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那两件乌黑战甲 不过是灵气级别的护身宝物 按照道理来说 应该无法承受 混沌迷雾的湮灭之力才是 难道是我看错了 叶清语想了想 从储物空间里 取出一柄白马塔中的神兵长剑 催动之间 将长剑投入了下方的 银灰色雾气之中 片刻又取出来 只见原本清亮 如明镜一般的光滑流银剑身 如同被炼金强酸腐蚀了一样 变得坑坑洼洼 金刚材质 也宛如锈铁一般 微微一用力 就像是朽木一样 断成了四五节 叶清语眼眸之中 闪过一丝惊喜 这柄神兵利剑 甚至都不是灵兵 如果下方这灰色迷雾 真的是混沌迷雾的话 那几乎是在一瞬间 长剑就会被湮灭 化作混沌灰尘消散 看来是我猜错了 这银灰色迷雾 并非是混沌迷雾 这可真的是丢人 幸亏温婉那个大嘴巴 和恐恐这个腹黑家伙 都不在身边 否则 我这样大惊小怪 定是要被他们笑掉大牙 叶清语额头一串黑线 关于混沌迷雾的认知 叶清语 都是从白鹿学院的图书馆里获知 虽然他有过目不忘之能 但有句话说得好 只上得来中绝浅 方知此事要攻行 没有实际经历过 终究是难免做出错误的判断 汪 我们还在等什么 一直很安静地 趴在叶清语的肩头 做一只美工狗的小九 终于是耐不住性责 迫不及待地跳起来 啊 我嗅到了 下面有好吃的东西 我们快去吧 叶清语点点头 寒冰元气 如同淡淡燃烧的银色火焰 轰得一声膨胀开来 将他和呆狗小九周身都笼罩 整个人如同行走在火焰之中一样 迷迷蒙蒙的银盐 可以隔绝外人的目光 看不到他的真正面容 就在叶清语 要进入灰色迷雾的时候 秀秀 远处又是两三道光滑闪烁而至 又有江湖宗门中的人到了 前两道流光丝毫没有停留 直接冲进了灰色荧光迷雾之中 消失不见 第三道流光到了镜前 却是微微一顿 隐隐现出一个全身血色战甲的身影 一股腥臭如腐肉腐烂一般的味道 从其身上散发出来 不由分说 至极展开攻击 一道暴虐血腥的血色刀光 直接从那身影手中暴射出来 划破天穷 朝着叶清语所在的方位 鸡舍斩杀而至 分明示下了杀手 叶清语心中韵怒 左掌由无上冰岩笼罩 抬手一找 将那血光抓住 冰岩催动 瞬间将那血色刀光 直接撩骚化作灰烬 咦 倒是个硬茬子 算了 等进去了 再收拾也不迟 那血色身影移了一声 自言自语 然后化作了血色流光 直接冲入了灰色迷雾之中 身形瞬间消失不见 小子 不想死就滚 不要跟着来 他的声音 从灰色迷雾之中飘荡了出来 叶清语的脸色 难看了起来 自己之前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对面一见面却下杀手 还这样出言威胁 显然这是一个心狠手辣杀人诚信的宗门高手 平日里 只怕是也做不不少这样的事情 而且 从他身上的功法气息来看 应该修炼的 还是邪魔之道的功法 汪了个汪的 这砸碎谁啊 这么嚣张 汪看不下去了 主人 我们快进去 汪要进去咬死他 气得呆狗小九浑身颤抖 喉咙里发出嘀吼 走 叶清语俯冲 进入了灰色迷雾之中 瞬间无尽的杀气宛如有形之物一样 从四面挤压了过来 灰色迷雾虽然不是号称灭杀一切的混沌迷雾 但其中也蕴含着极为相似的泯灭暗灭力量 进入其中 周遭的压力顿时大增 仿佛是千万神剑刺身 又有千万雷霆轰击一般 以叶清语的目力 也只能看到周遭百米之内的范围 之前进入其中的那几个人影 根本看不到丝毫的踪迹 叶清语估摸着大概的方向 继续深入了下去 他隐约察觉到 这次事件并不简单 不知道怎么回事 帝国官方似乎是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反倒是宗门江湖之中 消息灵通 那一高一矮的组合 透露出来了一点消息 鹿鸣山中到底是有什么重宝呢 302 迷雾尽头 灰色迷雾无穷无尽 叶清语小心前行 快呀 快追呀 追上那个一身屎红的家伙 汪要咬死他 待狗小九在叶清语的肩头跳来跳去 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 屎红 叶清语忍不住笑了出来 都屎红了 你还要咬 你胃口可真好 怪不得温婉一直都说 狗改不了吃屎 原来你真的 啊 住口 呆狗小九一呆 旋即恼羞成怒地跳了起来 他化作一道闪电 直接冲入了灰色迷雾之中 小心 叶清语大声地提醒 过了片刻 前方雾气涌动 呆狗小九又冲了回来 只见他身上的白色毛皮 发出淡淡的荧光 竟是轻松将灰色 泯灭雾气格挡在外 而他像是一条鱼一样 甩着尾巴和四肢 如同游泳一样 在雾气之中滑来滑去 哈哈 挺好玩 有意思啊 主人 看你小心翼翼的样子 未免胆子太小了 哇哈哈 这雾气也不过如此嘛 呆狗仿佛得意洋洋 他仿佛已经忘记了 之前自己说的始红的话题 漂浮在叶清语的眼前 摇头摆尾 兴奋地在卖弄着 叶清语突然神色一变 直勾勾地看着呆狗小九的后面 呃 有什么东西 小心 哇 这种小伎俩 好像骗狗吗 我没有感觉到 丝毫生物靠近的气息 呆狗小九不懈地看着叶清语 显然是以为叶清语在骗他 但就在这时 有什么东西 轻轻地碰了碰他的尾巴 诶 他正了正 然后瞳孔猛然收缩了起来 尖叫一声 羞地化作一道闪电 跳到了叶清语的肩膀上 捂住了眼睛 哎呀呀 汪汪汪 什么东西 像是鬼一样靠近 我的尾巴 啊 碰到什么东西了 叶清语哭笑不得 从远处漂浮过来的 是一具尸体 一具穿着黑色战甲的尸体 是之前进入的那一高一矮师兄弟之中的矮个子 竟然死了 叶清语认出了这具尸体的身份 微微靠近 只见这人身上的战甲倒也完整 旗上的符纹阵法 还在自行运转 微微发出淡黑色的光芒 在阻挡灰色雾气 只是他早就了燃无声击 面色已经僵硬 没有了呼吸 一个指头粗细的血洞 在他的左眼框里出现 整个头颅都被冻穿 诡异的血色纹落 如同妖毒藤蔓一样 在他的面部蔓延 一张脸看起来极为可怖 是被人杀死的 叶清语叹息了一声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杀他的人 应该就是那个血色狠利身影 因为那伤口之中弥漫出来的气息 腐臭之中带着浓郁的血腥味道 与之前那血色身影身上流露出来的气息 完全一模一样 人为财死鸟为失望 你们师兄弟两个人 为了所谓的机缘 没有博得一世繁华 终究命丧在这里 振兴宗门也成为了梦幻泡影 这就是所谓的江湖吗 我与你们素不相识 看在同为人族的份上 送你一程吧 叶清语不忍同族的尸体 落得如此下场 想了想 单独取出一个空的储物白宝囊 将尸体装了进去 等到此件事了 出了迷雾区域 找个地方 再将它安葬 汪以前还不知道 原来主人你喜欢尸体 呆狗小九好奇地道 闭嘴 叶清语没好气地呵斥 这头纯狗 一人一狗继续往前 没走多久 又是一具尸体飘了过来 难道是那个高个子 叶清语心中一惊 仔细看时 却发现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这一次 却是一高一癌组合之中的 那个高个子 而是一个陌生的中年人 被人一刀斩掉了下半身 惨死在迷雾之中 体内元气不灭未息 一袭保存着他的尸身 但内脏 却已经被灰色迷雾 给彻底腐蚀了 这陌生中年 至少也是五十灵权的强者 一切都说明 灰色迷雾之中 非常危险 叶清语越发觉得 这一次受潮爆发 有着一般人所不知道的秘密 他想了想 将这半具尸体 也暂时保存了起来 留待日后埋葬 连续见到这样的惨状 叶清语也不敢怠慢 全力催动了体内元气 寒气银龙化作璀璨流光 缭绕保护在周身 神石敞开 朝着灰色迷雾的深处走去 大约三四里之后 前方的迷雾 突然淡了一些 嗯 难道是走到头了 叶清语微微吃惊 加快了速度 他朝着地面的方向 降落了一些 妖兽奔跑呼啸的声音 传入耳中 距离地面不足前面的距离 可以感受到 下方妖兽群的暴力凶残气息 沸腾涌动 连灰色雾气 都如沸腾的滚水 一般翻滚 隐约已经可以看到 一头头巨型妖兽 狂怒地嚎叫利吼着 朝着陆明山外的方向 冲了过去 又往前大约一炷香的时间 灰色雾气 竟是渐渐地散去了 前方出现了一些模糊的建筑物 似是坍塌的宫殿楼阁 还有一尊尊残破的神像 或立或倒 一股难以言喻的 岁月沧桑之感 迎面来 走得近了 才能看到 这些神像 都是上古时代的人族和兽族的造型 各不一样 身着铠甲 只是岁月已经非常久远 它们的面目已经非常模糊 大部分都裂开 并不完整 仔细看的话 还是能够发现 这些古老的雕像上面 都布满了刀窗剑孔 剑挤削砍的痕迹密密麻麻 仿佛是经历了一场 凄厉无比的可怕战斗 难道是一处古战场吗 叶清宇心惊 以前从未听说过 在陆明山的中央区域 竟然有这样一处古战场的存在 这些年初出入入陆明山的商队 和冒险者团队 数量过万 却从未传出来 有人发现了什么古代遗址的消息 叶清宇全神戒备 缓缓地靠近 灰色雾气 终于禁输散尽 叶清宇一脸的愕然 无法确定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不知依旧在陆明山之中 因为放眼看去 前方再也没有丝毫山栏森林的痕迹 更不见积雪冰川 而是一个昏暗的空间 上不见日月 下不见幽泉 视线所及的大地上 是一片古城废墟 破碎的城墙 和坍塌的神殿 一座接着一座 历经沧桑的碎石 砖瓦 还有斑驳的荒墓 而他自己所位在的位置 正是这荒废古老废墟之中 回头看去 后面也是无尽的废墟古城 这 到底是哪里 叶清宇感觉到 事情有些不妙 汪汪 呆狗小九 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 一脸警惕紧张地 冲着前方叫了起来 叶清宇微微皱眉 前面传来了一丝淡淡的血腥味道 越过一睹 已经不知道坍塌了多少年的古城墙 踩着残砖破瓦 越过一尊直径十多米的倒塌虎首神像 叶清宇再次看到了一幕惨剧 前方的一块黑色岩石地基上 一个魁梧的人族强者 瞪大了眼睛 手中举着一面赤红色的远盾 但是却被一柄红鹰长枪 冻穿了他的盾牌 活活钉死在上面 双脚离地 长枪冻穿了他的心脏 将他整个人都挂在了半空中 晶莹璀的鲜血 从他的身后岩石裂缝 纹理之中 无声无息地流淌下来 在下方汇集成了一片血蛙 依旧散发出了 阵阵令人心悸的原力气息 浩强 这人生前 实力不比我弱 叶清宇看得心惊 这魁梧汉子 不知道是什么来历 但实力绝对不可小觑 虽然已经死亡 可从他身体之中流淌出来的血液 依旧带着蓬勃元气 凝而不散 每一滴血液 都璀璨如珍贵一般 绽放光辉 这分明是员工修炼到了 极为高深的程度 血液才会如此 可就是这样一尊高手 却被人活活钉死在了岩石上 看他死时的姿势 分明已经有所反应 要做出防御了 可血色盾牌去 也还是被红鹰长枪雷霆之势洞穿 他自己也被洞穿钉死 说明杀他的人 出手之快 实力之强 数倍在他之上 叶清宇站在十米之外 目光落在那杆红鹰长枪之上 骤然一阵刺痛 害得他连连后退 不敢再看 可怕 那长枪 叶清宇心神俱阵 那红鹰长枪之中 看似无比普通 质朴无比 并无什么符文光滑闪烁 但是其中 却留存着出手强者的五道意志 蕴含着恐怖杀意 犹如实质 叶清宇刚才一看之下 激起了长枪反应 杀意立刻反噬过来 差点崩碎 刺毁了叶清宇的双眼 天 这种力量 简直是闻所未闻 能够拥有这种力量的人 只怕早就是 苦海境强者的神通手段了 连苦海境的强者 都参与进来了吗 这魁梧壮汉 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被击杀在这里 叶清宇越发心惊 事情越来越不简单了 再往前走 绝对是危险重重 连苦海境强者都出手了 已经远远超出了 之前设想的局面 且按照这样的局面下去 即便是叶清宇手中 还有很多的底牌 只要一个不小心 依旧很有可能有陨落的危险 随时都会有杀身之祸 但叶清宇知道 自己不能后退 因为隐藏在这里的秘密 很有可能 和父母当年的战死有关 他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一身员弓催发到了极致 朝着那尸体和长枪走去 就在这时 咻 一股磅礴的力量传来 定着魁梧壮汉的红阴长枪 突然像是从沉寂之中活了过来一样 微微一震 从那尸体上拔了出来 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废墟古城深处流逝而去 那被定死的魁梧壮汉尸体 滑落在地面上 跌入雪蛙之中 竟然是突地猛然睁开双眸 直接站了起来 直接复活了过来 303 西门夜说 复活了 叶清宇大吃一惊 在红阴长枪离体的瞬间 这魁梧壮汉竟然复活了 啊 我不能死 我南公亮 我还不能死啊 那魁梧壮汉 丢掉了手中的盾牌 亮亮呛呛 从血泊之中走出来 捂着胸口的窗口 但是没有走几步 他的身躯突然膨胀了起来 体内一股暗境爆发 轰的一声 整个人身躯都暴裂了开来 血肉白骨飞溅 还是难逃一死 叶清宇半赏无语 看着那破碎的红色盾牌 看着那一地雪蛙 叶清宇心惊之余 也不由地为这魁梧壮汉 感到一丝悲哀 也许她的确是有着不能死的理由 还有太多无法放弃的东西 可惜最终还是战死 在这鬼爵废墟古城之中 尸骨无存 得赶紧跟下去了 已经有人杰足先登了 叶清宇不再耽误时间 加快速度 闪电一般跳跃 朝着那柄红阴长枪锁去的地方 追了下去 汪汪 汪觉得这里怪怪的 好像是有点熟悉 奇怪啊 汪怎么感觉 以前好像是来过这里 呆狗小九迷里瞪瞪的 趴在叶清宇的肩膀 不断地朝着四处打亮 一副狐疑的口吻道 你来过这里 叶清宇惊讶问道 汪不知道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可是你也知道啊 遇到你之前的记忆 我完全不记得了啊 奇怪 带狗小九 一副苦苦思索的样子 叶清宇心中 更觉得惊异 带狗小九 是自己从 结界峡谷战场 神秘的龙穴之中 无意中捡到的 这本身就已经超出 一开始的预料 到现在 这货身上 都有很多的谜团 还没有揭开 现在又多增添了一个谜团 也许这小吃货 真的来过这里 但是他自己却不记得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会让小九 有这样的感觉 这和之前那些妖兽群 看到小九之后 都纷纷惊恐万分地躲开 有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呢 妖兽 叶清宇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对了 那源源不绝的妖兽群 怎么突然消失不见了 自从灰色迷雾散尽 进入了这个神秘的 古城废墟昏暗空间之后 那显密密麻麻 无穷无尽的妖兽群 似乎是突然消失了 再也看不到丝毫的痕迹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叶清宇心中 狂跳了起来 到目前为止 整个事情的诡诀程度 远远超出了他 一开始的估计 难道那灰色迷雾之中 竟然有着什么扭曲的 时空避障不成 不知不觉之中 竟然把自己 和妖兽群分开了 自己被传送到了 另外一个地方 还是说 这个废墟空间 本身就是一个 隐藏于路鸣山深处的 微型介于空间 因为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 发生了一些变异 释放出了灰色迷雾 也释放出了 那无穷无尽的疯狂妖兽群 上一次妖兽潮出现 是五年之前 难道五年是一个轮回吗 这个五年的时间间隔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叶清宇脑海之中 冒出来了无数个疑问 他如一道闪电一般 在距离地面 十多米的高度 急迟飞掠 急速前进 一路上 也不知道越过了 多少座坍塌的神殿和城墙 无数古老的石殿和建筑 都化作了一堆堆 大大小小的瓦砾 还有干涸的河道 轻颓的喷泉雕塑 破碎的军营 坑坑洼洼的广场 这明显是一个 被战火摧残了的古老城市 以夜清雨的速度 一盏茶功夫时间里 足足飞出了百里有余 但这片古老沧桑 如坟场一般的废墟古城 却不知道有多大 仿佛是永远都没有尽头一样 一路上 再没有遇到其他什么异状 大约又是一盏茶时间 前方猛然之间 传来了一阵阵 山呼海啸一般的妖兽 嘶吼嚎叫的声音 嗯?灰色迷雾又出现了 夜清雨脸上露出了一丝金融 因为远处视线的镜头 那淡淡的灰色迷雾再次出现 将数千米之外 破碎坍塌的古城建筑 再次笼罩 神像的暗影重重 一切重新又被笼罩在了 那可怕充满了 戾气杀意的灰色迷雾之中 之前听到的妖兽嘶吼之声 正是从这灰色迷雾之中传出来 汪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呆狗小九耸了耸动鼻子 信心地道 又是那些奔跑的肉肉 可是这种东西 真的一点都不能填肚子呢 不论吃多少都吃不饱 夜清雨没有说话 她在距离灰色迷雾边缘 还有百米的地方 停了下来 她有点疑惑 眼前的一幕 看起来是如此的熟悉 在飞驰了一炷香时间之后 自己似乎是回到了 刚开始进入这个破碎废墟 古城空间的地方 一切都看起来有些熟悉 可自己分明可以确定 之前一直都是在直线飞行 并没有拐弯 到底是回到了原点 还是来到了另一处的迷雾中心 夜清雨举棋不定 令人心急的妖兽群 嚎叫嘶吼声 从远处的迷雾之中传出来 仿佛下一刻 随时都会有无穷无尽的妖兽 冲破迷雾杀出来 突然 咦 这位小兄弟 你来得好早 也是收到了消息 来探索这 符文皇座 一个声音突然 毫无征兆地身后响起 夜清雨陡然大惊 身形一闪 拉开了五十多米的距离 这才回头看去 却见一个黄袍 书生打扮的年轻人 在十几米之外 笑嘻嘻地看着自己 这黄袍书生看起来二十出头 身形瘦靴 头戴一顶讲究的如今书生帽 额头佩玉 腰间 悬着一柄书生剑 背后背着一个竹里小书箱 像是个游学天下的读书人一样 皮肤却是偏有黑 笑起来的时候 一口白生生的牙齿 给人一种清净质感 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之前居然没有丝毫地察觉 叶轻宇丝毫没有放松警惕 口中却反问道 符文黄座 那是什么 你不知道 那你还来这里 这里很危险的 黄袍书生上下打量着叶轻宇 口中却是仔细回答道 烟灭迷雾出现在陆明山 整个江湖道都被惊动了 因为但凡是有 烟灭迷雾出现的地方 必有符文黄座的踪迹 则则则 符文黄座 那可是有可能蕴藏着 三皇五帝之一的 符文黄帝 罗素地真传一波的时空行功啊 难道这些你都不知道 烟灭迷雾 符文黄帝的时空行功 叶轻宇脑海之中 飞快地理解这几个词汇 一边看着对方 道 我不知道 阁下是 哦 在下西门叶说 不知道这位小兄弟是 黄袍书生行了一个书生礼 动作极为文雅谦虚 笑着自我介绍 然后反问 西门叶说 叶轻宇仔细想了想 好像是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但能够来到这里 并且知道 其中心密的人 绝对不是平庸之辈 想来在帝国江湖道上 这个人应该很有名 可惜叶轻宇并不是出身于江湖 自然是了解有限 于是只能抱拳道 久仰久仰 书生西门叶说 察言观色的能力极强 一看叶轻宇的表现 就笑了起来 小兄弟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因为在下也是出出师门 还没有在这江湖道上闯出名气呢 原来如此 叶轻宇顿时尴尬 那自己那句久仰 岂不是成为了笑话 小兄弟也是为这 符文皇座而来吗 西门叶说 又提起之前的话题 叶轻宇摇摇头 道 我来这里 是为了调查另外一件事情 并不知道 湮灭迷雾 和符文皇座的消息 不过既然适逢其会 自然是要进去看一看了 符文皇帝 罗素勉下的一则 没有人会不向往 哈哈 好 说得好 难得小兄弟你如此坦诚 西门叶说爽朗地笑了起来 道 我看小兄弟 你对此间之事并不了解 又与小兄弟你一见如故 不如结伴同行如何 在一起 也好有个照顾 叶轻宇犹豫了一下 点头道 如此 要麻烦西门兄了 对于这个西门叶说 叶轻宇看不透他的实力 但直觉告诉他 此人并无恶意 而且他的作风言语 看得出是一个爽朗坦诚之人 气息隐约之中 令人清静 不似奸诈小人 倒是可以一起同行 毕竟叶轻宇一个人 如无头苍蝇一样床下去 只怕是男友收获 哈哈 江湖儿女 自当相互帮助 实不相瞒 我也是不得已 才找到小兄弟你的 因为我 天生没有方向感 经常迷路 分不清楚东南西北 尤其是在这种环境之中 简直如同入了迷阵 在遇到小兄弟你之前 我已经在这废墟古城之中 来来回回转悠了半天时间了 西门叶说 一脸尴尬地挠了挠头 所以 即便是手握有地图 还是被困在了这里 哇 地图 什么地图 呆狗小九 眼睛里都闪起了亮光 兴奋地跳了起来 一句话都命中要喊 304 几大事例 咦 一只会说话的小猪 西门叶说一正 看了看小九 又看了看叶清语 顿时笑了起来 小兄弟 你这品味甚是奇特呀 别人养战宠 都是龙虎神兽什么的 不但迈向威风 而且还有一定的战斗力 可是你居然养一只小肉猪 这么小 就算是宰了吃肉 也不够塞牙缝啊 哇 咬死你 呆狗小九 顿时出离愤怒 化作一道闪电扑了出去 叶清语也是哭笑不得 吃它 它不吃人 就算是做善事了 一把揪住小九的尾巴 把它拉了回来 叶清语笑着道 西门兄说笑了 对了 您刚才所说的地图 在下能否一关呢 呀 原来是一只小狗啊 看错了看错了 不过这小狗吃的 也太胖了吧 看起来和猪一样 它一定是个吃货吧 西门叶说 饶有兴趣地看了一会 才反应过来 叶清语说的话 那么重要的地图 它竟是一点都不在意的样子 连忙点头道 好呀好呀 没有问题 地图就在这里 小兄弟你尽管看就是 只要你看完地图 带我一起出去就可以 说着 它掌心之中 豪光一闪 一只黑色欲绝浮现 西门叶说 将欲绝递了过来 然后它继续饶有兴趣地 逗弄小九 长得这么像猪的小狗狗 哇哈哈 丑丑的 少见啊 喂 你是公的母的 西门叶说咧嘴 露出白色的牙齿 好奇用手指头 捅了捅小九后之两腿之间 哈哈大笑着 汪 汪汪 小九快气疯了 它何曾被人这么调戏过 叶清语假装没有看到 结果欲绝 略微观察 注入一丝元气 进入欲绝之中 顿时一幅虚幻地图 如投影一般 出现在了眼前 这投影宛如水墨 微微闪动 虽然地图宛如水墨画一般 写一不写实 且边缘地带有些残缺不全 但依旧可以看清楚 似是缩小了的石井一般 这的确是一幅大致的古城废墟的地图 其上有一条暗红色的线条 贯通着十八团淡灰色的模糊阴影 暗红色线条 应该就是正确路线 而这淡灰色的模糊阴影 嗯 我知道了 一定就是 湮灭迷雾 地图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地方 叶清宇一看之下 就明白了过来 这么说来 自己之前跟随那只红阴长枪而行的路线 并没有错 也不是回到了之前的原始地点 而是这古城废墟之中 就是有十八团灰色迷雾 此时前面的那团 湮灭迷雾 就是这地图上的二号误区了 叶清宇过目不忘 一看之下 地图上的一切都镌刻在了脑海之中 汪汪 放开狗 我要咬死这个瞎子 主人 快放开狗 带狗小酒飘在空中 张牙舞爪的嘀吼咆哮 这货亮晶晶的小奶牙 和肉乎乎的爪子亮出来 一副药冲过去 把西门叶说撕成碎片的的架势 可惜他的尾巴被叶清宇揪在手中 却是根本都冲不过去嘶吼 西门叶说 却是饶有兴趣地凑过来 贴近了仔细观察小酒 一边观察 一边嘖嘖称赞 挺可爱啊 哈哈 这个小家伙有点意思 虽然长得丑了一点 不过还是蛮有个性的吗 丑 小酒听了他前半句 本来都快气消了 但一个丑字 立刻让这吃货气的眼睛都红了 汪汪汪 狗和你势不两立 汪 叶清宇把地图还了回去 道 差不多看懂了 我们出发吧 西门叶说文言 兴奋地跳了起来 如果说一开始 他一身书生庄家如今现身 给叶清宇的感觉是文质彬彬的话 那短短这段时间的接触 这种印象已经彻底被颠覆了 叶清宇已经可以确定 西门叶说 不仅仅是皮肤黑 刚出师门 更重要的一点是 他和温婉有点相似 是一个逗逼 两人一苟前行 进入了前方的湮灭迷雾之中 之前经历过的那种可怕压力 再度袭来 迷雾之中 的确是有无数的妖兽 在疯狂地奔跑幕后 像是地下的逆流一样 源源不绝 也不知道冲向什么地方 现在叶清宇已经可以确定 这种淹灭迷雾 有一种类似于 传送阵法的空间扭转力量 宛如海啸潮水一般的妖兽群 只是在这迷雾之中出现 似乎并不能逃离迷雾区 从一个雾区 进入另一个雾区 所以在外面的古城废墟里面看不到 似乎是被迷雾的淹灭之力刺激 这些妖兽群 都疼得发了疯 完全失去了理智 一边狂怒地哀嚎咆哮 一边疯狂地奔跑 将挡在他们面前的一切 都要撕碎 叶清宇隐约能够明白 为什么出现在陆明郡城周围的妖兽群 会那么疯狂 那么暴躁 但他不能理解 为什么这样已经丧失了理智的妖兽群 从陆明山之中跑出去以后 却偏偏要围住陆明郡城 而不是继续疯狂往南 在西门叶说和小九一人一狗的对视之中 一行人终于走出了二号迷雾区域 外面依旧是昏暗无尽的古城废墟区域 坍塌的城墙 建筑 神殿 神像 到处都是 仿佛是一片遗失的世界 已经与生命世界隔绝了千万年一样 这和之前在一号雾区之外看到的古城废墟 并没有什么不同 叶清宇脑海中 还在思考着 之前西门叶说透露的消息 如果这里真的可以找到 福恩皇帝罗素的遗则的话 那简直就是逆天的机缘 要知道 三皇五帝时代 是整个大千世界人族最苦难 也是最辉煌的时代 无数天骄横空出世 而那八位人族 至尊光耀万古 生生从万族混乱 混沌杀戮的乱世之中 杀出一条汽血之路 支撑住了人族的存续 每一位至尊的实力 都到了传说之中的巅峰 他们留下来的一则宝藏 必定是通往至尊之路的钥匙 至尊之位 谁不向往 大千世界之中 介于无数 但后三皇五帝的时代 人族还未出现过真正的五道至尊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连续经历了四大黑暗时代 五道传承出现了断层 导致巅峰之路难再续 没有真正的支柱性存在 使得人族在大千世界之中的力量一再削弱 且生存局势越来越不乐观 曾经后三皇五帝时代 人族最后一位 最接近至尊之位的贤者诸可在战死之前 曾经断言 在万千亿族强势崛起的情况下 如果人族不能找到 新年三皇五帝时代的五道传承的话 早晚有一天 都会面临王族灭种的危险 所以 自从第四次黑暗时代结束之后 这无数年以来 人族无数先贤 都在苦苦寻找三皇五帝留下来的传承 希望依靠这八位人族至尊的遗则 将因为那四大黑暗时代 导致的人族五道断层 重新接续 重现昔日的光辉 只可惜 这样始终没有找到任何一位至尊留下的传承 符文皇帝罗素是 三皇五帝时代的代表人物 也是影响天荒界人族五道最深的一位人族至尊 关于这位至尊的遗则 有无数条线索流传于这个世界上 西门夜说所提到的 湮灭迷雾 自然也是其中一种 虽然在过去的很多年里 人族并没有根据 湮灭迷雾的存在 而找到真正的符文皇帝的遗则 但却也寻到了无数的线索 所以 每次一旦有 湮灭迷雾出现 还是会有很多人 疯狂追寻探求 五年之前 陆明山第一次出现 湮灭迷雾的时候 就已经引起了无数人的注意 据说曾经有外遇强者 强行降临了分身 来进行探索 可惜 天荒界毕竟是新生的戒狱 以前从未有过类似情况发生 按理来说 新的戒狱之中 也不会有三皇五帝一则线索出现 所以 等到各方势力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 妖兽群撤退消失 湮灭迷雾 也很快就不在 西门夜说相识的话 牢牢牢叨叨 说出了很多心灵 那这一次呢 各方都反应过来了吗 叶清宇若有所思地问道 那是当然 五年之前 其实各大势力 就已经掌握到了线索 据说是有一位算术奇人 根据当时陆明山之中 发现的蛛丝马迹 推算出来了下一次 湮灭迷雾 再现的时机 这五年以来 各大势力 应该都在暗中准备 现在迷雾爆发 受潮出现 他们能放过这一次机会 西门夜说 不再和小九较劲 与叶清宇并肩而行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叶清宇沉默了下来 如果按照西门夜说 所说的话 那雪国应该也知道了 这些新秘才是 为什么之前 自己却没有听到 丝毫的消息 是雪国严控保密了这件事 以自己的身份地位 无权知道 还是说 其实雪国也蒙在鼓里 你所说的各大势力 都有那些 叶清宇又问到了一句 在天荒界之中 算得上是大势力的 不外乎那么几个 人族 妖族 兽族 还是蛮族 嗯 或许还有邪道的那些家伙 估计连 黑暗不动成都的人 都会出现呢 西门夜说 如数家珍 一说来 但他口中说出来的大势力 还真的是足够大 305 军功章的变异 原本叶清宇以为 西门夜说 会说三宗三派 这种的宗门 但是现在看来 三宗三派 似乎并没有被他放在眼中 眼见西门夜说的话 如此含糊概括 叶清宇 只好继续深问下去 你说的人族 是指雪国皇族吗 雪国皇族 嗯 也许是吧 在如今的天荒剑 表面上看起来是雪国皇族 主宰着一切 但事实上来说 也只不过是一个 变了智的傀儡政权而已 西门夜说 撇了撇嘴道 变了智的傀儡政权 叶清宇 暗暗心惊 这个西门夜说 到底是什么来历 怎么口气这么大 而且 偏偏他还算是言之有误 一番话说下来 颇有挥持方求 指点江山的味道 他说自己出出师门 可叶清宇在心中细细算来 除了三宗三派之外 到底是什么样的宗门 会培养出来一个口气 这么大的弟子 转眼之间 又到了三号误区 依旧是无尽的压力 各种混乱的湮灭之力 不断地轰击着身体 叶清宇催动元气护体 感觉这三号误区的压力 要比之前的一号和二号误区 更大了许多 是一种倍数增长 但西门夜说 却依旧饶有兴趣地 逗弄着呆狗小九 似乎也并没有怎么催动元气 谈笑之间 就轻松抵御了 湮灭雾气的杀伤力 叶清宇看不透 这个西门夜说的真正实力 而此时 小九也终于挣脱了 叶清宇的拉拽 已经被气疯了的呆狗 终于如愿以偿地 一口咬在了西门夜说的手指头上 可惜似乎并不能 如愿地咬破皮肉 没有撕下来一块肉 于是 他死死不松口 喉咙里发出低吼声 就像是一块肉挂在上面一样 西门夜说 自压咧嘴地怪叫着 疯狂地甩动手指 把小九甩得头晕眼花 却不能把小九彻底甩下来 叶清宇忍着没有再说话 只是他觉得很难理解 为什么自己总是能够遇到一些奇葩 一人一狗的瞎胡闹钟 终于走出了三号误区 又是废墟古城 一切仿佛是一个轮回一样 如果不是黑色欲绝地图上 有着前进路线的标识 也有自己三个 此时所处位置的标记 叶清宇真的会以为 这一个时辰的时间里 自己其实是落入了 某种迷幻阵法之中 一直都在原地踏步而已 不过在废墟之中走了片刻 前方又是血腥味道传来 一个残酷战场出现 只是战斗已经结束 地面上有着数十具死尸 嗯 是三宗三派的人 叶清宇一眼看到了地面上一具尸体 这人已经战死 却赫然正是一个叶清宇认识的人 当日出现在幽烟关天 交元五道会盟之中的 姊妹七星宗的第七长老张不良 昔日那个威风八面的宗门长老 此时却已经生机断绝 胸口一个巨大的血洞 手中的一座宛如巨塔般的长鞭 从中折断 他满脸的惊骇和难以置信 鲜血流了一地 只是此时 除了张不良之外 还有两个中年人 站死在他身边 胸口同样是被洞穿出一个血洞 看起来触目惊心 身穿着姊妹七星宗的长老战袍 应该也是姊妹七星宗的长老及强者 叶清宇看得触目惊心 除了姊妹七星宗之外 在一座废弃假山后面 叶清宇又看到了一具身穿着粗布短褂 身形魁梧的中年人尸体 怒目原睁 似是死不瞑目的样子 猴见一个血洞 温热鲜血鼓鼓而出 生机也已经彻底断绝了 是落日大和宗的长老全九龙 全九龙号称是全法无敌 当日在天骄元武道会盟之中 也曾出现过 也是能够有资格 能够坐进去仙庭之中的人物 被无数江湖宗门中人羡慕敬佩 当作是神仙人物一般 但此时 却也不过时一具死尸 倒在全九龙身边的 还有于白眉 这位落日大和宗的后起之秀 曾经在幽艳观之中 和叶清宇交过手 一对白眉极为引人注目 也算是雪国江湖道上的好手 可惜此时难逃一死 胸膛被冻穿 仿佛一瞬之间 叶清宇曾经见到过的宗门高手 都死在了这里 除了三宗三派的人之外 还有几具尸体 叶清宇并不认识 但都是修为高深之辈 鲜血璀璨如雨 元气修炼到了极为精湛的境界 活着的时候 必然是显赫一方的强者 场面血腥 令人窒息 伤口都一样 西门叶说 手指上挂着小九 仔细观察了几具尸体 得出了结论 道 应该都是被长枪 或者是战矛之类的武器击杀 而且都是一击必杀 这么多人 被同一个人攻击 都没有来得及做出什么反应 根本就是一场一面倒的屠杀 枪或者是长矛 叶清宇脑海之中 一道灵光闪过 他想起了之前 自己看到过的那杆红鹰长枪 那杆钉死了南公粮 然后又自动破空飞出 消失在了天边的 看似普通红鹰长枪 难道这些人 也是被人红鹰长枪的主人所击杀 出手的那人 实力真的很强 西门叶说 将所有的尸体都观察了一遍 然后甩了甩手指 还是不能甩掉小九 只好作罢 不过他将整个战场观察了一番之后 神情兴奋了起来 激动的地道 太好了 我这次出师 就是为了会议会天下强者 哈哈 这个人 将会是我狩猎的对象 他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叶清宇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才好 暂时看不清楚 这个西门叶说是真的有自信 还是又在胡言乱语 吼吼吼 小九喉咙里 发出嘀嘀的吼叫声 显然是在说着什么 但是因为紧咬西门叶说的手指不松口 所以到底在说什么 没有人能挺清楚 嘿嘿 还不松口 你说什么 听不清楚啊 哇哈哈 好吧 就当你是在暗暗夸我了 西门叶说 拿话鸡小九 叶清宇的心情 却是沉重了起来 全九龙和陈不良 都是半步苦海境的存在 自己遇上这两人 虽然不用怕 自由底牌可以对抗 但这样两尊高手 却在这里 像是割草一样 被人宰掉了 消息传出去 只怕足以震惊 整个雪国江湖道 这两大强者尚且如此 那叶清宇自己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也绝对不能丝毫大意 否则 随时都会生死到消 这件事情 涉及牵扯到的人物和势力 已经远远超出了 叶清宇一开始的估计了 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叶清宇有些犹豫了 继续走下去 就是在玩火 局面已经不是他 所能稳稳控制 但如果就此放弃 叶清宇也有点不甘心 毕竟 这里很有可能隐藏着 父母当年战死的秘密 因为从当年的伤势来看 父母对决不是死于妖兽群 而是五道高明之人出手 也许和这里的一切有关 而且 毕竟疑似扶闻皇帝一则 这可是 真正的逆天大机缘 就在叶清宇略显迟迟的时候 意外的变化出现了 突然一股毫无征兆的灼热 从叶清宇的怀中传来 像是怀里有一颗火炭燃烧一般 温度惊人 叶清宇心惊 仔细检查了一番 却发现这股灼热 是从一只普通的储物 百宝囊之中传出 意识沉入这枚百宝囊 啊 那是 附近留下来的军宫章 再绽放光滑 这是这么回事 那枚一直被自己放在 储物百宝囊里面的 布区黄铜军宫章 发生了某种异变 原本暗淡的灰章 绽放出了奇异光滑 像是燃烧宝石一样 璀璨不可逼世 那一刀一剑图案的光芒 似是活了一般 绽放出耀眼的晶莹双色光芒 似是有什么东西 要从这徽章之中跳跃出来 怎么会这样 叶清宇震惊之余 脑海之中心念电传 虽然不知道 身为一名位入军级舞者的父亲 当年到底是怎么得到的这枚军宫章 但叶清宇一直以来 也都是将它当作是一个念想来保存 毕竟是父母留给自己的 最具有纪念价值的东西 很多时候 修炼的间隙 或者夜深思绪难平的时候 叶清宇会拿出这枚军宫章来细细把玩妈撒 想念沉睡九泉之下的父母 对于这枚黄童材质的军宫章 叶清宇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它只是普通的徽章 内部蕴含一两个小小的符纹阵法 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为何现在 有此一变 难道是这军宫章之中 隐藏着什么不可思议的秘密不成 又或者说 是这 阴面迷雾和 废墟古城之中 有什么东西 引起了军宫章的变异 还是说 是父母亲的在天之灵 正在通过这枚军宫章 在向自己暗室传递着什么 叶清宇心中的惊讶 非语言可以形容 意识缓缓撤出百宝囊 叶清宇并未将发生了变异的军宫章取出来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走吧 我们加快速度追下去 看看前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叶清宇坚定地道 他下定了决心 要继续深入勘察下去 如果军宫章真的是因为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感应到了什么 那随着继续深入 他必定会再展露出来什么 或许隐藏在这枚 黄童军宫章之中的秘密 是父母最想让自己知道的 所以 不能放弃 306 哇 你裸奔了 西门叶说和呆狗小九一人 一狗一路上较劲 都没有注意到叶清宇的变化 继续前行 一路上又遇到了不少的战场残疾 几乎每隔数千米 就有发现有强者站死在地上 这仿佛是一场鲜血死亡之路 只不过后来的尸体 并非都是死于枪伤 显然并非是只有 那位神秘的红音枪主人出手 既然事情 涉及到符文皇帝罗素的遗则 那每个人都会拼死争夺那一份机缘 武者的世界 一言不合拔刀相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只是死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都还是高手 叶清宇心中 忍不住一阵阵的惋惜 这么多的高手 如果都能真正捍卫人族 镇守边疆的话 那对抗妖族 甚至反攻妖族腹底 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这些人出现在战场上 那帝国军中 难而可以少死多少 帝国局势也不会如今这么萧瑟 可惜啊 后三皇五帝时代的人族 始终不能真正的团结起来 只是时间紧迫 叶清宇甚至都不再停下来 观察那些亡者的死因 他们加快了速度 越是亡礼 怀中的黄童军功徽章 就越是炙热 这让叶清宇越发的确定 一定是这个疑似 符文皇座的神秘空间里 有某种东西 或者是力量 激发了徽章之中的什么东西 两者之间有了某种共鸣 两个时身之后 叶清宇带着西门夜说 来到了第十号误区之前 进入十号误区的一瞬间 叶清宇经不住咬紧了牙关 十号误区之中 湮灭之力的强横程度 已经快要到了叶清宇自身实力 所能承受的极限 湮灭之力虽然没有混沌之力那么可怕 但其中蕴含了雷霆 光暗 五行 种种破碎补全的力量 秩序混乱 令人十分头疼 叶清宇咬着牙 并没有激发 无极神道状态来抵御 按照西门夜说 那张地图上的标注 必须要通过重重误区 才能真正进入所谓的 符文皇座的核心区域 如果现在就底牌进出的话 叶清宇觉得自己估计 没有办法坚持到走完误区 而且这种湮灭之力 虽然可怕 却也可以帮助 武者淬炼肉身 各种混乱力量的力量 处于一种无序的杂乱融合状态中 比之那种单纯单一的压力 更能淬炼武者的肉体之力 叶清宇踏入武道以来 先是在结界峡谷战场之中的龙穴之中 融合了一池神秘的血液 后又被青鸾丹王 沉默云关在云顶铜炉之中 祭练了一些时日 再在暴雪冰原 雪龙巢穴之中 得到了无上冰年炼体 这都是炼体的奇遇 所以他的肉体强度 已经堪称是同阶最强的一批之一 但自从在天交园武道会盟之战中 巨大压力之下 激发了无极神道的三境状态之后 叶清宇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肉体强度 还是远远不够 那次三境状态之中 元气爆发 经络经脉近乎于难以承受这种爆炸状态 当时就感觉到了阵阵酸涩肿胀 等到战斗结束之后 回到军营之中疗伤 叶清宇发现 自己的经络学窍之中 无数道撕裂的暗痕暗伤 这种暗伤 就像是河道里的淤色淤泥 一时之间或许不会有太大的损伤 但若是日积月累 很可能毁掉经脉学窍 幸亏当时发现的吉时 经过叶清宇一段时间 有意地温养滋润 才算是恢复了正常 当时 叶清宇就已经意识到 自己的武道之路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随着自己的元气修为疯狂提升 肉体淬炼强度 已经隐隐有一些难以与之匹配了 所以一直以来 自己大部分时间 只能激发无极神道的移境状态 移境以上很难自主激发 有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肉体强度 无法承担那么巨大的力量 只是肉体淬炼打磨 并不像是元气增长那样 可以通过丹药 或者是元晶来提升 所以 叶清宇一时之间 也找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 实际上 叶清宇也是连续奇遇 肉体强度远超同阶 所以才能如此 换作是其他任何一个人 元气修为在一年之内 从一眼灵全暴增到六十灵全 只怕是肉体 早就无法承受 这种力量暴体而亡了 其遇却还是不过 因为叶清宇的元气修为增长 实在是太快 肉体淬炼时 开始显得有些彻重 倒是此时 在湮灭雾躯之中 感觉到了磅礴压力 叶清宇意识到 这是个机会 他咬牙忍着 运转无明呼吸吐纳功法 配合这种压力 开始淬炼肉体 这个过程 在无声无息之中进行 无明呼吸吐纳功法 早就深入到了叶清宇的骨髓 无需打坐 亦能自然运转 所以丝毫不耽误行进速度 一边正在和狗较劲的西门夜说 却也没有能够察觉到什么 半个时辰 十号雾躯走完 叶清宇现在已经完全无法确定 自己被这扭曲空间的迷雾 带到了哪里 可以肯定的是 这绝对已经不是在陆明山之中了 咦 你出汗了呀 西门夜说惊讶地看到 叶清宇的额头上 浸出了一层细细蜜蜜的汗珠 不由问道 要不要我帮忙 她的意思 自然是指在下一次进入雾躯的时候 出手帮助叶清宇 抵挡误区 湮灭之力的杀伤之力 叶清宇摇了摇头 哈哈 别逞强啊 西门夜说笑了笑 道 我这个人说话很直接 你的实力 还是有点不够啊 估计是很难走完所有的误区 虽然如果没有你 我大概又要在这误区之中走丢 但我也不能勉强你带路 小兄弟 你可要想好了呀 现在退出去 还来得及 不用 继续走吧 叶清宇笑了笑 刚才半个时辰的时间里 配合无名呼吸吐纳功法 利用湮灭之力来脆体 效果竟是比自己想象的更好 走出雾区的那一瞬间 叶清宇隐约感觉到一种奇异的暖流 在肌肤表层游走 这是炼体有成的征兆之一 好吧 要是实在扛不住了 就说一声 我帮你扛 西门夜说一副很勾意气的姿态 拍着胸脯大包大懒地道 接下来的路 也许会有点难走 但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有我在 不用怕 我也没怕呀 叶清宇对这个自来熟的搭档 有点哭笑不得 带狗小九 也是万年计仇的性格 此时他依旧死死地咬着西门夜说的手指头 死也不松口 西门夜说用尽了办法 都没有把这吃货甩下来 转眼之间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时辰 两人一狗 已经走到了十四雾区之中 叶清宇浑身大汗淋漓 衣衫差点都湿透 之前只是淡淡游走在肌肤之中的热力 此时已经如燎原之火一般 遍布他的身体内外 五脏肌肉骨骼之中 仿佛是无尽的火焰火苗才油窜一般 整个人仿佛是炙烤在了地火岩浆之中 叶清宇每呼出一口气 都像是有硫磺火焰喷出来一样 进入了一种极为奇特的状态之中 而令人感觉到奇怪的是 在这种状态之下 烟灭迷雾的灭杀之力 已经再也感受不到 而这种恐怖雾气 尽管数倍于之前可怕 却已经不能再让他感觉到压力 你这是在练功吗 什么功法 有点奇怪啊 我觉得 你再这样下去很危险 会被那伙煮熟的 真的不要我出手帮忙 西门叶说不断地叙叙叨叨 显然他也对叶清宇身上 正在发生的事情 感到极为好奇 叶清宇没有理会这个画牢 周围无尽地 烟灭迷雾 挤压过来 终于到了极限程度 叶清宇身体周围的护身元气 彻底被挤压消失 下一瞬间 烟灭雾气 彻底突破了叶清宇最后的护身元气 刷 叶清宇身上的衣物 没有了元气的支撑保护 发作了飞灰消失 哇 小兄弟 你在裸奔了 西门叶说大叫了起来 那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仿佛他早就等待这一刻一样 哇哈哈 小九也终于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这一笑 小九的口终于张开了 西门叶说等的 就是这一刻 第一时间就把自己的手指收了回来 小九一愣 反应过来 重新闪电一般扑过去 想要再咬 西门叶说 却是得意洋洋地 将自己的双手都藏了起来 根本找不到机会 哇 带狗小九一发痕 直接一口咬在了西门叶说的脚后跟上 啊 你还真是狗啊 西门叶说惨叫了起来 叶清宇根本没有功夫理会这两个火宝 衣物瞬间消失 他一下子变得赤身裸体 好在叶清宇早就有准备 一 无上冰岩 化作冰岩阴晕 将自己重新笼罩了起来 才没有真的在迷雾里裸奔 而其他注入百宝囊之类的东西 都抵抗不住湮灭雾气的灭杀之力 叶清宇早有准备 提前已经纳入了丹田世界之中 沉浮于元气清泉的云顶铜炉之内了 307 画龙 叶清宇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快要燃烧了起来 他整个人就像是喝醉了酒一样 开始变得晕晕乎乎 无名呼吸吐纳功法在自动运转 大颗大颗的汗珠 从身体毛孔之中被排了出来 一起排出来的 似乎还有其他黏黏乎乎的东西 只是叶清宇此时已经无暇去看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他感觉到了 在体内那炙热的感觉之中 有一股奇异的力量正在缓缓地生成着 尤其是丹田世界之中 这股力量感觉最为明显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要在丹田世界之中生成一样 这股力量 有点熟悉 好像是在哪里见到过 叶清宇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这种力量 似乎是在自己的身体之中 曾经出现过 可是一时之间却又记不起来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终于来到十八误区之前 这是最后一片误区了 走过这片误区 应该就可以真正到达传说之中的 符文皇座 行宫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符文皇帝罗素的遗则 到时候就能见分晓了 一路上遇到太多战死的强者 其中还有真正踏入苦海境的存在 可惜 却在争夺之中失败 化作了地上的尸体 永远再也回不去了 叶清宇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 奇异状态之中 没有丝毫停留 举步直接朝着第十八误区走进去 小兄弟你真有种 不穿衣服 还敢第一个进入 我服了 西门夜说 竖起了大拇指 然后紧紧跟着 进入第十八误区的瞬间 前所未有的巨大湮灭雾气的压力 从四面八方挤压了过来 即便是西门夜说 这个时候 脸上也露出了凝重之色 一层淡淡水光 缭绕在他身体周围 水系元气力量气息弥漫 抵御 湮灭迷雾的灭杀之力 他这个时候 也不敢再耍宝了 时刻关注着夜清语的情形 准备随时出手帮忙 让他想不通的是 明明夜清语的实力 他一眼就可以看清 六十灵犬的修为 在夜清语这个年龄 算得上是出类拔萃 但绝对无法抵御 十八误区的 湮灭雾气的灭杀之力 但为何夜清语 却依旧稳稳行走 周身元气护罩破灭 但肉身却生生地 承受了所有的压力 真是个怪物呢 怪不得 西门夜说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而夜清语此时 对于外界 一切都一无所知 十八误区的灭杀之力 让人站立 随着压力大增 他体内的炙热感觉 达到了极致的时候 隐约之间 脑海之中似是响起了一声 仿佛是迟来了 很久的苍茫龙银之声 是的 就是龙银 然后意外的变化出现了 隐约之间 前方突然一线光明骤现 撕裂了无尽的迷雾 然后夜清语脸上 露出了极致震惊的表情 因为在无尽光明之中 他看到了一条 高高在上的天龙 骤然出现在了 自己的视野之中 他双目神光破空 悬空宛如日月同行 盯着自己看来 这天龙威武如龙中之神 夜清语觉得自己 在他面前 如毅力尘埃一般 他周身 缠绕着雷霆闪电 风雨随行 光暗明灭 天空的体型 庞大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盘踞在星辰星空之中 一颗颗的大星 还不足他鳞片大小 如斑驳光点 点缀在他身躯周围 周围的一切 接近消失 仿佛全世界 都只剩下了天龙 和夜清语两人 时间和空间 都仿佛已经没有了意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夜清语心中 震撼到了极点 然而 还未等他做出什么反应 那据说无棚的天空 突然朝着他俯冲了下来 龙手如同星辰迎面 碾牙而来 不等夜清语做出任何的反应 就撞击在了夜清语的身上 没有任何疼痛 也没有被撞飞 那庞大不可思议的龙手 在接触到了夜清语身体的瞬间 就这样直接融入到了夜清语的身体之中去 仿佛是一阵风一样 想象之中 那可怕的撞击碾压之力 根本就没有 不仅仅是龙手 几乎是在一瞬间 那庞博巍蛾 以星辰为点缀的天龙的身躯 全部都俯冲到了夜清语的身体之中 电光火石的瞬间 巨大的天龙 就此彻底消失 仿佛他本来就是夜清语身体的一部分 此时又重新回到了夜清语的身体之中 眼前的无限光明消失 体内那股奇异的炙热之力 也彻底消失 夜清语的神志 开始清醒了起来 而外界 湮灭迷雾的可怕灭杀压力 也再度袭来 夜清语努力地睁开眼睛 一切恢复了正常 刚才的发生的画面 都是幻想 西门夜说 正带着一脸的震骸 宛如见鬼一般 瞪大了眼睛 呆若目击一般地站在身前看着夜清语 看我干什么 夜清语开口说话 但不可思议地是 他张口说出来的 却并非是人族的语言 一道雷霆咆哮一般的龙吼 在耳边响起 夜清语一正 他下意识地四下一看 依旧是在误区之中 只是余光看到自己的身躯 手掌的时候 瞬间呆住了 自己的手掌 已经不是人的手掌 而是龙爪 一只布满了淡银色龙铃 闪烁着奇异星辰之光 立爪宛如天刀一般的龙爪 顺着龙爪再看 那是龙臂 龙身 这是怎么回事 张口说话的时候 又是一道龙银响亮震扯周围 这一次 夜清语可以确定 这道龙银之声 正是从自己的口中传出 他回头看了看 百米长的龙身 银色鳞片闪烁 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美感 一种只有龙族才有的威压 从龙身之中弥漫出来 周围的烟灭雾气 丝毫不能靠近 龙躯缓缓地在虚空中游动 隐隐有雷电闪烁 伴随于周身 划出修长而又美妙的弧线 我 夜清语几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看到的一切 也有些理解 西门夜说那种见了鬼一般的目光了 因为他已经明白 发生了什么 自己变成了一条龙 变成了一条银色的天龙 就连一直都死死地咬着西门夜说 脚后跟的呆狗小九 也一副天啊 我是不是在做梦的表情 早就不知不觉地松开了口 长大了嘴巴 看着夜清语 主人 你到底是变身了 还是现出原形了 他呆呆地问道 我一定是在做梦 西门夜说 狠狠地拍了自己一巴掌 夜清语的目光 一遍遍被在自己的身上掠过 他心面一动 操控寒冰元气在自己的身前 凝聚出了一面寒冰之镜 镜面上显露出来的影像 正是一条长达百米的银色天龙 和之前自己看到的幻象 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小了许多 像是一条幼龙一般 但已经颇具神龙风采 这就是他 这就是夜清语 画龙 画作了一条银色天龙 一道灵光 在夜清语的脑海之中闪过 他突然之间 明白了什么 这是五道画龙啊 当初在暴雪冰原的雪龙巢穴之中 那位从百万年沉睡之中 苏醒过来的神秘虚幻身影 曾经为夜清语 传下五道真意之中的 天龙真意 在夜清语的丹田之中 种下一枚 天龙真意的五道种子 当时夜清语 只是领悟了 大约不到一成左右 所以他的寒冰原气外化之时 会呈现出银龙之形 只是这银龙只具骑行 却并不具备真正的天龙威力 夜清语自回到幽燕关之后 困于江湖和军方的争斗 全力提升原气修为 始终不能静下心去参悟 天龙真意 一直不能在这种五道真意方面 再进一步 夜清语之前对于 天龙真意的理解 毕竟不完整 他以为 天龙真意是一种增强元气攻击力的法门 所以 也曾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但终究不得其中奥妙 直到此刻 夜清语突然明白 天龙五道真意的真正威力 竟然并非是炼气 而是炼体 天龙真意 是一种炼体五道奥义 所以 在 烟灭迷雾之中 在身体遭受到了混乱无虚的 烟灭之力的巨大压力之下 夜清语误打误撞 以无名心法 催动了那位神秘虚幻身影 种下的真意种子 最终激发了这种力量 真意之力燃烧全身 最终竟然被夜清语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终于将 天龙五道真意 彻底领悟掌握 任何一种五道真意 完全领悟之后 就会得到一门神通 而夜清语此时的化龙之态 显然正是 天龙五道真意的究极神通 龙族自从诞生以来 就以肉体战力强横著称 神魔时代时候的龙族与神族 魔族并称为大千世界 三种肉身强度无敌的种族 是天生的静身神战士 化作姿态 可以让夜清语的肉体强度 提升到一个强悍到了变态的程度 夜清语对着冰镜 操控自己的身体 镜中那白色天龙 果然是如他所想一般 身躯百动 龙爪开合之间 夜清语感觉到了强横无匹 远超自己人形态之时的肉体之力 如果天地有环的话 那么自己简直可以抓住天地环 将天与地直接拉合起来 308 一招还一招 夜清语感受到了化龙形态的强大肉身之力 隐约之中 他开始明白 原来 天龙真意并非如他一开始所想象的那样 是增幅元气攻击力的奥义 其实是一种淬炼提升肉体强度的法门 之前一直无法领悟突破 实际上是因为自己一直走错了方向 直到现在 他终于明白了 天龙真意的真正奥义 也幸亏在这 湮灭迷雾之中 他误打误撞 利用湮灭之力来淬炼身体 才激发了那神秘虚幻身影 留在自己身体之内的五道真意的种子 最终彻底激发了天龙真意的力量 记得陈墨云曾经说过 我是龙血体质 估计这也是我这么快 能够领悟天龙真意的原因之一 叶清语的脑海之中 闪过无数个念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尝试缓缓地收回体内那股灼热的力量 练习操控天龙真意的奥义 毕竟不能一直都保持着天龙形态 随着那股力量 缓缓地从四肢百骸之中 如潮水一般退去 叶清语感觉到了体内奇妙的变化 冰镜之中的那条天龙 身形逐渐被一股淡淡的银色寒颜所笼罩 然后相对庞大的身躯慢慢地收缩 银色的鳞片也开始退回到了身体之中 露出了人类的肌肤 龙手 龙尾和龙身也消退 最终重新化作了人族的形态 叶清语恢复了人身 但银色的冰岩笼罩身体的关键部位 此时 他依旧处于赤裸状态 便回来了 西门夜说 眼睛里放着好奇的光芒 我说到底哪个才是你真正的形态 你不会是传说之中的龙人族吧 呆狗小九围绕着叶清语转了几圈 同样是一脸的兴奋 主人 汪觉得 你还是刚才大虫子的模样 更加威风一些 干嘛要变回人的样子 叶清语懒得理会这两个活宝 变回人身的瞬间 叶清语立刻感觉到了 那如排山倒海而来的 湮灭迷雾的灭纱之力 让他瞬间筋骨欲断 整个人历时间 被赤裂宛如烈焰灼烧一般的 可怕疼痛笼罩 这让叶清语意识到 自己处于人族本体形态的时候 并不能抵御十八雾区的 湮灭迷雾的可怕灭纱之力 再度运转天龙真意的奥义 一层层细细密密 宛如水银一般的灵甲 从他的肌肤之中生长出来 叶清语在眼前的冰镜之中 看到自己整个人 被银色冰岩所笼罩 然后巨大的龙躯 龙手和四爪 从冰岩之中伸展出来 伴随着一声滴滴的龙银 他再次化作了那条 长达百米的银色天龙的形态 银色的灵甲散发出光辉 周围的烟灭迷雾 不能清净丝毫 那恐怖的压迫之力 消失无踪 叶清语操控着自己的龙形身躯 不断地适应熟悉 片刻之后 他已经彻底适应了龙形态的身躯 我们走吧 张口说话 一声清亮的龙吟 从口说发出 龙语 只有龙族才懂 西门夜说和呆狗小九对视了一眼 不知道叶清语是什么意思 直到叶清语转身朝着 迷雾深处游动而去 一人一狗才反应了过来 呆狗小九想了想 重新扑过去 一口咬住了西门夜说的脚后跟 西门夜说挣扎不脱 干脆不再去理会这忌仇恶狗 跟在银色天龙身后 继续朝着雾区的深处进发 叶清语脑海之中 回忆着地图上所示的显露 不断地召唤出黑色欲绝之中的地图 加以对比 虽然化身为银色天龙的形态 但之前人族本尊形态时候 掌握的五道法门 此时依旧可以施展 内饰的时候 依旧可以看到自己的丹田荒漠世界 与人族本尊形态时候 没有什么区别 储藏温润的丹田灵泉之中的各种灵气 也都可以随意取出来 叶清语一路上不断做出各种尝试 来适应新的银色天龙形态的身躯 除了操控身躯之外 他最关心的自然是 如何用这一副身躯进行战斗 很快他发现龙形态之下 最强的战斗武器 就是自己的身躯 这一副身躯的强悍程度 简直是梦幻级别 尽管没有真正尝试 但叶清语完全有信心 以这副身躯 去正面和低阶苦海境的强者去战斗 而当吹动体内元气的时候 天龙浑身的银灵都散发出银色光辉 恐怖的寒气可以朝着四周弥漫 随他心意操控 张口一喷 就可以喷出无上冰岩 唯一的缺陷在于 龙爪并不适合大多数的人类武器 而且 叶清语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 天空真意只是一种武道神通 转化形态之后 并非是真正成为龙族 所以 也无法觉醒 传说之中 龙族血脉的传承记忆 和独属于龙族的各种战斗神通 不过对于叶清语来说 这已经足够了 随着深入到了十八雾区 下方传来的妖兽群的嘶吼 越发的清晰 各种妖兽宛如疯狂一般利吼嚎叫 似乎还在厮杀 雾气中 隐隐有血腥味传来 各种凄厉的吼叫 宛如大海怒蓝狂潮一般 令人心神不宁 叶清语嘀吼一声 轻量的龙银激荡开来 下方的妖兽群 明显是被这龙吼之声给震慑了 吼叫之声顿时停泄了下来 不过片刻之后 妖兽群疯狂地嘶吼声在起 如此往复 很快 一个时辰的时间过去 前方的烟灭迷雾 渐渐变淡 到了雾区边缘地带了 快要到十八雾区之外了 我们要小心 已经快到了符文皇座 行宫区域 相信已经有不少高手赶到了 师妹亡俩 人心叵测 可能会有人伏击 后来者 西门叶说 神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他拦住了叶轻宇 想了想 啊 小兄弟 接下来估计会有杀法 到时候你有什么手段 千万不要留守 一世族成千古恨啊 这样吧 你跟在我身后 如果一会儿打起来 哥哥我挡不住了 你就赶紧撒鸭子跑吧 叶轻宇便回了人形态 这里已经是十八雾区边缘地带 压力减弱了许多 人族本尊形态也可以承受 从储物百宝囊之中 取出新的衣物换上 叶轻宇将一身员弓催动到了巅峰状态 随时准备进入无极神道 移境状态 这才点点头 也没有太多的客气 跟在了西门叶说的后面 缓缓地朝着雾区之外走去 雾气越来越淡 隐约已经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形 令叶轻宇微微有些失望的是 入眼看到的 依旧是古城废墟 坍塌的城墙 和破碎的神像 残砖 烂瓦到处都是 和之前看到的雾区外的情形 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 符文皇座 行宫 不太应该的 还是说 这一次的消息有误 这里并不存在所谓的符文皇帝 罗嗦的一则 就在他心神微分的时候 咻 一道刺目见光 宛如雷霆 骤然出现 迎面 袭杀而来 什么人 西门叶说极为警觉 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 大喝一声 一拳轰出 轰 空气之中 水声大作 轰隆隆 宛如朝暴 剑光 崩碎 好 实力还行 是个硬茬子 够格了 初剑之人低呼一声 收剑 没有再攻击 西门叶说冷哼一声 浑身澎湃着强大的气息 宛如无尽汪洋澎湃呼啸一般的雷鸣嘲声 缭绕在他的周围 这个鹿痴斗逼书声 在这一刻 像是突然换了一个人一样 有着说不出的威严和强势 龙行虎步 大踏步地踏走出迷雾 对面 一个灰白长发的中年剑客 手中倒握着一柄长剑 藏于衣袖之后 面色冷峻 目光凌厉如剑 而在他的身边 站着数十个面貌不同 衣着不同的身影 看起来并不是同一伙人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却都站在这里 而唯一相同的一点 是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之中 都澎湃着强大的元气力量 最弱也都在准枯海镜修为左右 显然每一个都是高手之中的高手 叶清宇在人群之中 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无双刀成得少主秦之水 这位曾经出现在幽燕关的年轻顶级刀客 在天骄园武道会盟之中路过面 但却表现得极为低调和沉默 实际上所有无双刀成的弟子 当时在幽燕关之中都极为守规矩 并没有和紫薇宗 龙虎宗的人同流合污 整个武道会盟的过程之中 秦之水没有说过一句话 会盟结束之后 就禁止离开了幽燕关 叶清宇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碰到秦之水 而且看起来 无双刀成只来了他一个人 因为他略显孤独地站在一边 和其他人都靠得不近 那一袭显眼的火红色的 无双刀成弟子刀手战袍 还有那条更加火红地 系在刀柄上的红金 让秦之水整个人 如同一团沉默的火焰一般 有一种说不出的肃杀 刚才是你出的手 西门叶说 盯着对面那灰白头发的中年剑客 是又如何 也许是感受到了西门叶说 话语之中的斥则口气 中年剑客冷冷一笑 口吻变得阴冷强硬 西门叶说笑了笑 道 一招还一招 话音未落 他一拳轰出 蔚蓝色的六条水纹 在他的手臂之上 螺旋扭转出现 这奇异蓝色水纹 宛如一条条蓝色海蛇一般 缠绕凝聚于拳头之上 形成了一个璀璨幽兰的水纹拳印 响应着西门叶说 体内轰鸣着的大海汪洋浪潮澎湃呼啸的声音 朝着那中年剑客轰击了过去 309 神门开启 小子狂妄 头发灰白 中年剑客眼睛里闪过一丝杀意 这人剑术极高 万中剑微微一震 一抹璀璨剑光凌空展出 比之前出手时那道剑芒 不知道强横了多少倍 剑气光弧破空 锁过之处 空气如浪般 朝着两侧裂开 似是要将虚空都撕碎了一样 但是这一切在西门叶说的拳头前 却像是梦幻泡影一样 被一拳瞬间全部击碎 拳印不剁 于是不摔 瞬息就印到了中年剑客的身前 嗯 中年剑客吃惊 手中长剑 横在胸前 一直抵住剑身 直接接住了蔚蓝色拳印 哄 静气爆发 那柄清亮的灵气长剑 顿时蒸蒸翠响声之中 断成了五六节 鸡飞出去 中年剑客想要稳住身形 但却被拳印之中 那如排山倒海一般负压过来的力量 推着后退 他双脚如离一般 没入脚下的碎石之中 却依旧不能止住身形 倒退出去数十米 在地面上 留下两道触目惊心的划痕 周围众人 接近倒吸冷气 这中年剑客的来历和修为 大部分人都是知道的 绝对算得上是 天荒界人族之中好手之一 周围众人自问 没有谁可以像是这书生一样 一拳就将它轰飞 这书生到底是什么来历 竟是强悍如斯 众人心中 想法各式不同 看向西门叶说的目光 都显得无比的忌惮 而跟在西门叶说 后面的叶清语 则理所当然的 被看作西门叶说的随从之类的人物 在场诸人 基本上都能一眼看清楚 叶清语的玄气修为 所以对他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唯有孤独 站在一边的秦植水 倒霉之下 眼眸之中流转出一丝精芒 冲着叶清语点了点头 不过他却并没有说什么 叶清语没想到 这位沉默冷漠的刀客 会和自己打招呼 微微一愣之后 暗中点头执意 还以为是什么高手呢 结果就是一盘菜 西门叶说一招得手 难免有点显摆 看着那一脸惊怒的中年剑客 嘿嘿一笑 道 实力这么弱 还学人家出手考验后来者 真是老寿星吃批 双咸命长 你能活到现在 运气真好 嘴巴好多 那中年剑客 被气得浑身哆嗦 嘴角流下一丝血迹 眼中闪烁着阴毒怨恨的神色 不过他并没有再出手 而是恨恨地退到了一边 叶清语暗中 将这个中年剑客的脸记住了 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 忍住不出手 这人心思深沉不可小觑 他显然 是把西门叶说恨上了 还顺带着对自己也极度仇视 只怕一会儿 只要是被他找到机会 绝对会报复 都站在这里干嘛呢 等着打劫吗 西门叶说 看了看众人 有人冷哼一声 并不看他 有人当作是没听到 不过也有人显然是想要结交这个 看起来杂杂乎乎的年轻书生 一个头发狂乱 如同枯草一般的铁甲老人 看起来无比威猛 如同狂狮一般 但却呵呵笑着 走出来 道 大家都在等待行宫之门打开 小有你莫非不知道这里的奥妙 行宫之门 叶清雨出声问道 那铁甲老人看了一眼叶清雨 并未理会 转而凑到西门叶说跟前 道 这次可能是真的行宫 之前行宫出现 宫门打开 已经有人进去了 只是每一次宫门开启 只能进去十二人 所以大家伙才在这里等着 他话还没有说完 突然看到了西门叶说 脚后跟上挂着的呆狗小九 顿时愣住了 这种画面 简直是太滑稽 你能想象一个 被认作是强大高手的书生 脚后跟却被一只肥得 像是猪一样的狗 给咬着不松口的画面吗 铁甲老人此时就觉得自己 似乎是看错了什么 西门叶说 本人却是没有丝毫的自觉 点点头 原来是这样啊 我明白了 原来厉害的人 都已经进入了行宫 你们一定是因为太弱了 打不过之前进去的人 所以才能只好等到现在 对不对 铁甲老人 面露一丝尴尬之色 叶清宇心中默默地流了一滴汗 心说 西门你这么毒蛇 竟然还好生生地活到了这么大 还没有被人打死 一定是你那个所谓的师门之中 没有几个人吧 小子 你找死吗 年纪轻轻 口无遮拦 必定早腰 人群之中 已经有人不满地冷喝了起来 他们的确是在之前的争夺之中败下阵来 所以才不得不等在这里 西门叶说这么说 不斥于揭开他们的伤疤 还狠狠地在上面撒了一把盐 若不是看在他之前展现出来的实力 的确强悍 只怕是早就被众人轰杀了 说话之间 身后的 湮灭迷雾 之中 又有声响传来 又有人来了 哼 还有人来 不怕死的人 还真多 人群中 有人冷哼 杀意在虚空之中弥漫 行宫之门开启一次 才可以进去十二人 眼前 已经有近二十人等着 现在每增加一个人 都意味着进入宫门的概率要减一分 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如果走出迷雾区的人 实力不够的话 瞬间就会被击杀 或者是赶走 轻微的脚步声传来 一个身影缓缓地出现 叶轻语回头一看的瞬间 突然心脏剧烈地狂跳了起来 从《烟灭迷雾》之中走出来的那个身影 是个窈窕玲珑的少女 身穿着暗红色的武士战袍 一张黄金漏文面具 遮在小巧白皙的脸上 别人或许看不出来什么 但叶轻语却一眼就认了出来 不是宋小军 还会是谁 叶轻语万万没有想到 在这里会再遇到宋小军 因为身形被西门夜说挡住 所以宋小军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叶轻语 他就这样安安静静地从《烟灭迷雾》之中走出来 一直都低着头 暗红色的秀发垂下来 宛如流云 整个人都散发出一种生人物尽的距离感 似是在努力地想着什么 自始至终都没有抬头看众人一眼 走出迷雾之后 停下了脚步 一句话也不说 静静地等待着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宋小军的身上 一个小丫头 人群中有人嘀嘀地笑了一声 不过却并没有人出手试探 因为宋小军身上散发出来的黑暗火焰之力 令人感到心悸 一切都说明 这个看起来安静冷漠的少女 有着强大的实力 叶清宇却是没有忍住 开口道 你怎么来了 宋小军一抬头 看到叶清宇的瞬间 像是万载悬兵一样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亮色 然后似时又想起了什么 道 小兔兔呢 叶清宇笑了笑 道 在我家呢 说话不算数 宋小军的眼里 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 这句话说得突兀 但叶清宇却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因为之前答应过小丫头 要一定好好照顾那只小兔子的 连忙解释道 放心 我阿姨和妹妹专门照顾她 我要来这里 有危险 所以不能带她在身边 宋小军恩了一声 又低下头 不说话 西门夜说的目光 在叶清宇和宋小军的身上看来看去 半嗓才压低了声音 见兮兮地道 兄弟 你心跳得很快 叶清宇咧了咧嘴 她真想找到针线 把这货的嘴巴缝起来 这时 宋小军却又抬头 开口道 一会儿跟在我身边 啊 叶清宇一呆 以宋小军的性格 不应该说出这种近乎于亲密的话 我保护你 宋小军继续道 叶清宇突然明白过来了 宋小军的意思是她要保护自己 活着出去 去照顾那只小兔子 呃 这都是什么啊 难道我在你的心里 还不如那只小兔子珍贵啊 夜侯夜顿时有点小小失落 西门夜说 却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 贼一眉鼠眼地笑了起来 有奸情 W can see oh 话音未落 哄 一团暗黑火焰 轰中了她所站的地方 一个数米深的大坑出现 思思暗言从坑里冒出来 及时躲开的西门夜说 一脸惊魂未定的表情 连忙哇哇大叫 住手 快住手 别误会 我开玩笑的 我和她是好朋友 哇哇 好暴力 周围其他强者 看到那一团黑暗火焰 顿时个个都面色大变 黑暗不动成 你是 黑暗圣女 有人神色震惊 连连后退 关于黑暗不动成的传说 以他们这些人的资历 当然不可能没有听说过 前段时间传闻 连陆昭哥都差点死在 这个妖女的手中 如今人族江湖道上 人人闻之变色 虽说平日里 一个都号称是要灭妖 但真的遇到了黑暗圣女 他们还是不由得敬畏 只有秦之水的眼中 闪烁着惊讶的神色 他显然是没有想到 为什么身为幽艳君中人 幽艳一夜 竟然和黑暗之女 显得如此熟人的样子 不过正在这时 虚空之中 有奇异变化出现 五彩光色闪烁 原本昏暗的半空里 有一座巍峨神殿缓缓的浮现 如同海市蜃楼一样 从极度模糊 渐渐变得清晰可见 神殿通体 以洁白色的神砖铸铸 微微如山巒 极为高大 仰头看时 竟是一眼看不到神殿的穹顶 刺目的白色光辉洒落 整个神殿充满了一种语言 难以形容的神圣圣洁之感 有浩瀚灰红的气息 自神殿之中溢散出来 所有人的目光 顿时都落在了 这座浮空神殿上 神殿之前 一面双扇举行白色石门 发出轰隆隆的雷鸣声 缓缓地打开了 行宫之门 终于开启了 有人兴奋地大呼一声 咻咻咻咻 光影闪烁 无数道人影如闪电流光一般 朝着那缓缓打开的大门之中 抢着飞去 三百一时 死亡血战 行宫的神门开启 最激烈 也是最危险的时刻 在这一瞬间降临 人影如电 争先恐后地 朝着半空之中 那正在缓缓开启的 双扇石门冲去 但是 轰轰轰 无数道静气疯狂地轰击 还有各种灵气 宝气 呼啸破空 毫不留情地 朝着那些人的背影 轰杀而去 啊 不 一片惨乎之声响起 空中顿时血肉横飞 断臂白骨蹦射 一位抢在最前面的强者 被三件宝气同时轰中 瞬间连惨乎都发出来 化作了一盆血雨 稍微侧候他一个身位的 另一名强者 也被波及 一条手臂直接被炸飞 却依旧 拼死朝着神门冲去 可惜在距离神秘 还不到二十多米的时候 再次被后方之人袭杀 强者如与一般陨落 这一刻 五道世界的残酷 展现得淋漓尽致 只要是有人敢抢先 飞向那神门 必然会遭受到 几乎所有人的疯狂攻击 谁敢抢先 杀无射 那铁甲老人历声狂呼 吼道 符文皇帝一则 必须是真正的强者 才有能力得到 一些杂鱼也想进去 那是自己找死 不错 强者居知 之前那位被西门夜说 击败的中年剑客 也大声地附和着 但在这样混乱的时候 个本没有人听他们说话 谁都想要博得那一份机缘 即便是实力稍低的人 也想要碰一碰运气 场面越是混乱越好 哪里还会停下来 自己商量 比较谁的实力 高谁的实力低 谁有资格进去那石门 啊 又有人惨叫 身躯被轰碎 地面上的人群 也都开始出手了 心思很辣的人 直接朝着身边的人出手 一方面可以让局面混乱 另一方面 多死一个人 争夺进入神门名额的人就会少 自己的机会也会更大 西门夜说 浑身澎湃着汪洋呼啸的声音 宛如潮音雷鸣一般 阵的四周强者 纷纷退避 我们走 西门夜说说着 一把握住叶清宇的手 身形腾空而起 拉着叶清宇 朝着神门飞去 但其他人怎么会这么轻易 就放过他们 几乎是同一时间 无数道杀鸡尽气 还有飞旋呼啸着的宝气 直接朝着西门夜说和叶清宇的后背 无情疯狂地轰击了过去 滚 西门夜说大鹤 翻身轰出了十几拳 幽蓝色的水纹拳印宛如陨星破空 轰响了背后的劲气 将那些攻击 统统都轰了回去 转瞬之间 两人的身形 已经快要到了神门口 就在这时 滚回来 一声大鹤 一个一直隐藏在人群中的强者出手 黑色的流星锤呼啸而出 直接朝着快要踏入神门的两个人 轰杀过去 西门夜说回首 眼眸之中 蓝光暴射 怒喝道 找死吗 又是一拳轰出 哄 幽蓝拳印和黑色流星锤撞击在一起 嗯 西门夜说面色猛地一变 感受到流星锤之中传来的排山倒海一般的力量 他不由地惊呼道 倒气 这黑色流星锤 竟然是一箭倒气 磅礴的力量爆发 以西门夜说的实力 竟然一时之间也无法完全抵消这种力量 被震得松开了叶清宇的手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身形急速到飞 竟是直接撞进了那神门之中 而叶清宇运气差了一点 被恐怖静气 震得血气翻滚 口鼻流血 倒飞回来 危机并没有结束 在叶清宇被倒气的力量轰飞之后 几乎所有的杀鸡和力量都朝着他已经略显失控的身体轰杀而去 这是要置他于死地 多死一个自己就多一份进入神门的机会 这是每个人此时心里的想法 王 主人 一直要在西门叶说脚后跟上的呆狗小九 尖叫一声 在西门叶说的后脚跟 快要没入神门之中的瞬间 闪电一般飞了回来 死命地拖住了叶清宇的身形 怒吼一声 身形膨胀 用自己的身躯 挡住了不断轰击向叶清宇身体的力量 小兄弟 你 神门光滑流转 西门叶说的声音 从神门那边传了过来 我来接你 啊 你们这群混蛋 竟敢袭击我兄弟 我出来杀光你们 我要出去 他似乎是想要疯狂地挣扎从神门之中走出来 再次接应帮助叶清宇 但那神门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 将他淹没 最终 声音和气息都消失不见 哄 黑色火焰闪烁 宋小军终于出手 黑炎化作绊绊暗红妖帘 将叶清宇和小九的身躯都裹在其中 缓缓地收回到地面 汪汪 刚才哪个王八蛋打狗的 我要咬死他 从妖帘之中跳出来 呆狗小九疼的呲牙咧嘴 嘴角也是有一丝丝的暗红色血迹一出 他虽然也是出了名的皮糙肉厚 但同时被那么多的高手轰击 其中又夹杂着各种宝气 甚至于是到气的力量 小九也付出了代价 第一次受伤 叶清宇嘴角一血 衣衫破碎 也从妖帘之中走出来 他的脸色很难看 眼眸之中燃烧着愤怒的表情 但这个时候 并非是逞强的时候 我们走 宋小军伸手 纤细白嫩的小手 握住了叶清宇的掌心 浑身黑暗色火焰灼烧 恐怖的黑暗之力爆发开来 暗黑火焰化作一道道莲花花瓣 将两个人还有呆狗小九都裹在其中 花团飘向了神门 而在这之前 又有一个人影 强势飞出 显之又显地避开重重截杀 冲进了神门之中 这一次 一共有十二个名额 西门叶说和 这人占据了一个 还剩下十个 众人越发疯狂了起来 一直没有行动的秦纸水 这个时候 也终于出手了 他双手捏出一个刀印 怀中抱着的红绸长刀震动了起来 刀光一闪 一道强横到了极点的刀印 直接展向了神门 众人以为他是在拦截其他人 并未阻拦那道刀光 但当刀光没入神门之后 秦纸水在地面的身形 却是渐渐模糊了下来 最终像是泡沫一样 消失在了原地 糟糕 那道刀光 他化身为刀 进入了神门 有人大呼了起来 无双刀成的刀光顿法 大意了 被他夺走一个名额 许多人都恼怒不已 而这时 暗黑妖帘也堪堪飘飞到了神门之前 把那妖女打下来 自己进去也就罢了 还想要带一个小白脸进去 越发焦躁的人群怒吼着 无数道流光静气 朝着黑暗妖帘轰击了过去 之前一次出现过的黑色流星锤 再一次激发 无声无息地 朝着黑暗妖帘轰击了过去 宋小军猛然回头 看向那黑色流星锤 原本明媚清澈的眼眸之中 突然有暗红色的 莲光闪烁 一种灵力到了极点的眸光散发 他伸出鲜鲜玉手 轻飘飘地朝着隔着虚空摇摇一按 哄 那禀到气级别的流星锤 微微一震 以更快的速度 倒飞了回去 人群中 操控那流星锤的强者 狂呼一声 身形闪烁 第一时间躲避 流星锤擦着他的身躯轰落 周围四五人 瞬间被轰成了肉泥 而这个时候 宋小军带着叶清雨 跨入了神门之中 啊 那操控流星锤的强者狂怒爆后 收回流星锤 全身员弓催动到了极致 黑色流星锤 顿时膨胀到了数十米大小 黑光流转 将他整个人都保护在了气中 腾空而起 朝着神门飞去 场面更加混乱了 随着进入神门的名额再次减少 剩下的人也越发疯狂 啊 杀 杀光你们 敢和我抢 给我死 谁敢拦我 杀无赦 鲜血与白骨起飞 残枝共断壁一色 整个神门之前 宛如一个生灵屠宰场 这时 又有人从十八雾区之中走出来 还没有弄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被卷入了这场屠杀之中 所有的人都疯狂了 只要是身边有人 就会袭杀过去 一个个身影 宛如飞蛾扑火一样 冲向了那半空之中的神门 但几乎所有人都是 飞到一半 就被无情的击杀轰落了下来 轰隆隆 时间到了 虚空之中 那海市蜃楼一般的神殿 开始逐渐暗淡 双扇神门也开始闭合 人群更加疯狂了 最终 又有人成功进去 一个 两个 不但有信任 拖眼出 当最后第十个信任的身影 终于杀到了跟前 朝着还未彻底神门之前 兴奋地浑身颤抖 一头朝着神门扎进去 但是 碰 一股弹力 从神门之中迸发出来 直接将它弹飞了出去 怎么回事 它绝望地大吼 同一时间 又有人历经千辛万苦 到了神门之前 但无一列外 都被直接弹飞了出去 怎么回事 名额还有两个 为什么进不去 不是说 一共是十二个名额吗 只进去了十个人而已 啊 那条狗 那个小白脸身边跟着的那条狗 难道狗也能占据一个名额吗 不 鲜血飞溅之中 无数人绝望 而又愤怒地狂呼 更多的人朝着那缓慢闭合的神门冲过去 但最终还是一个个被弹飞回去 根本再也无法靠近那神门徒劳无功 这时 后面突然又传来了惊呼声 怎么回事 那雾区要散了 湮灭迷雾正在消失 该死 那是我们的退路 迷雾消失了 我们怎么出去 发生了什么 这里正在变化 难道是机缘已尽了 我们怎么办 难道要趁着雾区还会彻底消散 赶紧回去吗 我不甘心啊 刚才那一批 是最后一批 进入神门行宫的机会 最终错失了机会的强者们 呼天号地 311 血海孤岛破船 这就是神门内部 传说之中的符文皇座 行宫 叶清宇看着眼前一片血色汪洋 心中充满了惊讶 很难以理解 穿越神门的瞬间 她隐约听到了 外面传来的小白脸的骂声 不由地啼笑皆非 不过当眼前的景物清晰起来 叶清宇没有想到 神门里面 竟然是这样一幅画面 踏过神门的瞬间 脚下所踩的地方 是一个简陋的孤岛小码头 暗红色的礁石纹理粗糙 布满了水浪冲袭而成的斑斓坑洼 整个孤岛不超过一亩地 就像是一块落潮石的暗礁 露出了水面一样 湿滑无比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沧桑岁月 孤岛的边缘 一个简陋码头 隐约似乎可以看到 人工建造的痕迹 也不知道被血红色的海浪 冲刷了多少年 一块突兀的小礁石上 拴着一根斑驳湿润的缆绳 缆绳的另一头 系着一只堪堪容纳十个人的小山板 除了这些之外 天空阴云低沉 暗红色的云层 和周围一望无际暗红色的汪洋 虽然并无血腥味道 从汪洋海水之中传出来 但这澎湃着的海水 却分明是鲜血的颜色 乍一看 就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血海一样 周围的气氛景色 无比诡异 咦 你过来了 没事吧 西门夜说 看到叶清雨的身形出现的一瞬间 顿时大喜 一把拉住叶清雨 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着 看到叶清雨 没有缺胳膊少腿 这才放心了下来 哇 你这个不靠谱的家伙 差点害死我主人 呆狗小九气横横地斥责质问道 你到底行不行啊 不行就别拉住我主人啊 没本事 差点害死人 西门夜说神色懒然 无法反驳 他虽然实力很强 但毕竟是出出师门 江湖经验不丰富 原本以为可以轻松 带着叶清雨进入神门 没想到 却被人用到气息杀 吃了个大亏 还差点献叶清雨死地 刚才是我大意了 西门夜说 摸着后脑勺道歉 汪汪 大意 你好意思说 拜托你下次不要大意啊 会害死人的 带狗小九的理不饶人 叶清雨捏住这小东西的嘴巴 免得他乱说 这才笑着道 西门夜说 这才笑着道 西门夜说 的确 西门夜说在那样的时候 还选择带着叶清雨 一起进入神门 在他的心中 的确是把叶清雨 当作是兄弟了 而且被袭击了之后 他极力想要挽回 哪怕是进入了神门 甚至还想着要冲出来 这并非是心心作态 而是真情流露 经过这一件事情之后 叶清雨是真的放下了 最后的戒心 将这个迷糊鹿痴 当作是真正的朋友 你放心 接下来我一定好好保护你 谁敢再动你 我就弄死他 西门夜说 指天发誓 呜呜呜 主人你别捏我的嘴啊 带狗小九正拖出来 看着西门夜说 信心必道 这还差不多 叶清雨将小家伙抱在怀里 仔细检查了一下 道 你没事吧 主人你是在关心我吗 带狗小九 顿时无比兴奋 哈吃哈吃地 跳到叶清雨肩膀上 用他粉嫩的小舌头 轻密地 舔着叶清雨的脸颊 道 当然没事了 我很厉害的 只要主人你没事就好了 叶清雨 不禁有些小感动 虽然平日里不怎么靠谱 还老是闯祸 但这个小东西 刚在那样的情况下 竟然用自己的身躯 为自己挡下那些袭杀 可见在他的心中 叶清雨有多么的重要 以后要对这个小家伙好一点 叶清雨在心里安安地道 正说话之间 孤岛上又有光滑闪烁 不断有人影出现 铁甲老人出现 一个浑身都笼罩在铁甲中的 魁梧战士出现 那使用流星锤的强者出现 之前被西门叶说击败的中年剑客 竟然也出现了 接着又有两个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强者 也从神门之中走进来 落在了这孤岛上 转眼之间 孤岛上除了宋小军 西门叶说 叶清雨 秦之水之外 又多了六个人 是你 刚才就是你这个王八蛋 出手偷袭我的吧 西门叶说一看 就看到了那个操控黑色流星锤道器的强者 不由地大怒 一步步逼过去 道 没想到也能进来 正好咱们来算算这笔账 那人看起来三十多岁 阴沟比 颧骨高突 身形比一般人要高 面色英质 闻言 眼中闪过一抹怒色 但最终还是退了一步 道 当时那种情况 出手也是 本能所驱使而已 既然阁下的朋友并没有出事 已经顺利进来了 阁下何必咄咄逼逼人呢 说那么多干什么 来打一架再说 西门叶说完起了袖子 蛮狠地道 哼 怕你不成 阴沟比神色也阴狠了起来 气氛 剑拔弩张 两位 两位 先等一等 不要动手 之前充当过何氏佬的那位铁甲老人 再次站了出来 笑呵呵地阻拦 道 诸位只怕是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元气 似乎是被压制了 什么 元气被压制 有人脸上 顿时露出了震惊之色 也有人面色平静 显然是早就发现了这一点 西门叶书微微一呆 仔细一观 发现自己体魅的元气 的确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给压制了 之前未曾察觉 这时只要稍微运弓 就发现 元气被凝制在丹田世界之内 根本无法如往日那般随意运转 宋小军佩戴着面具 看不到他什么表情 叶清瑜此时也已经确定 自己的寒冰元气 同样是无法运转 不过丹田世界深处 那一抹 无上冰岩 却并不受神秘力量的压制 似乎还可以再也一定程度上调用 这让他稍微放心了一切 周围其他人的表情都差不多 对于这些平日里 高高在上的强者们来说 元气是一切力量和神通的根本 一旦失去元气 只凭着肉体战斗的话 那他们将会失去太多太多的力量 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到了一种 不安全的感觉之中 快看 那是什么 有人突然指着天空惊呼 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却见有风吹过 吹开了天空之中暗红色阴云 露出了一道道奇异的血色光滑 这血色光滑悬挂与虚空 巨大无比 组成了一个奇异的图案 是一个字 神魔时代的文字吗 什么意思 强者们议论 是一个凡字 叶清宇开口道 他曾经言过神魔时代的文字 稍微观察 就认出来天空之中 悬浮着的那个巨大的血色字迹 凡字 有人诧异 叶清宇点点头 道 不错 凡人的凡字 天空之红 一个血色大字 正是凡字 而这个时候 众人几乎都可以感应到 压制自己体内元气 无法流畅运转的神秘力量 正是来自于天空之中 悬浮的那个巨大的血色 凡字 难道 难道他的意思 是要削渡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变成为凡人吗 中年剑客 面色苍白地道 也许吧 阴沟鼻的脸色 也有些难看 不能运用元气 就意味着他 无法操控到气流星锤 对于他来说 不至于一种变相的巨大削弱 诸位 不用猜测太多 既来之 则安之 既然咱们都进入了神门 那就是 与福温皇帝 勉下的一则有缘 都是我人族之事 何必在自相残杀呢 这孤岛之上 气氛诡异 看这样子 我们需要架这一夜小舟渡海 只怕是还有危险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精诚合作啊 另一个浑身都笼罩在黑袍之中的强者 也出声道 没错 都是为了福温皇帝 一则而来 这是 关系到人族希望 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希望 这个时候 大家还是不要 再相互争斗了吧 那中年剑客 也开口劝了起来 叶清宇拉了拉西门夜说 示意他且先忍一忍 他总觉得 这孤岛血海汪洋气氛有些不太对 接下来 可能还有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 此时不宜和这些人去争斗分神 西门夜说只好作罢 瞪了一眼那阴勾鼻 道 小子 你给我等着 叶清宇差点喷出来 这个西门夜说 有的时候 幼稚的 简直像是个幼童 诸位 想要找到符文皇帝一则 我们或许需要渡过这片血海了 你们看 这里总共有四个 用来拴揽绳的柱形礁石 也就是说 这个小码头 很有可能 曾经有四艘小船 一定是在我们之前来的人 已经乘船走了 那铁甲黄发老人 指着小码头道 众人这时 也都沉下心来 朝着小码头看去 果然 一切都如铁甲老人所说的一样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在自己进来之前 神门已经开启过几次 早就有人提前进来 这些人却没有出现在这血海孤岛上 说明他们已经离开了 留在这血海孤岛之上 没有任何的意义 想要找到传说之中的符文皇帝一则 看起来只能驾船渡海了 可是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那艘小舟之上 黑红色的船身 也不知道是什么木材打造而成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血海浪潮的冲刷 已经变得腐朽不堪 如一堆朽木一般 仿佛下一个浪头打过来 它就会碎裂成为一堆木屑 而且船身还小到了极点 满打满算 估计也就只能容纳十个人站在上面 用这样一艘破船 真的可以渡海吗 312 小白脸就是好 叶清雨来到了码头礁石上 鲜红色的诡异海水翻滚 见起的水花 落在衣服上 瞬间传来几声嘀嘀的痴痴声音 就看衣服被腐蚀出了几个破洞 叶清雨心中一惊 旁边有人将一面金盾 丢进了血海之中 痴痴 清响声之中 灵气级别的金盾 瞬间化作了一股白烟烟灭了 所有人的脸色 在这一瞬间都苍白了几分 血色海水的威力 远超众人之前的想象 连灵气级别的盾牌 都可以瞬间融化 那孤岛上的众人 虽然实力高深 但要是一个不小心 掉进了血海之中 血肉之躯 也抵挡不了多久 这意味着 驾州渡海无比危险 而且还是这样一艘小州 众人都有些犹豫了 这简直就是一个死亡世界啊 中年剑客脑横 一剑斩在了脚下的一块 凸起血红色胶石上 枪的一声 金光爆射 火星四剑 长剑上崩开了好几个缺口 但是那块胶石 竟然是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好硬 众人这才意识到 连自己脚下踩着的胶石海岛 都是如此不一般 有人连连施展手段 竟是不能在这胶石上 留下丝毫的痕迹 连一粒小石子 都不可能斩下来 叶青鱼也试了试 没有成功 再看向那血色海水的时候 心中更加惊诧 如此坚硬的胶石 却被那血色海水冲刷的 坑坑洼洼 也不知道是经过了多少年了 这血海和胶石 难道是从神魔时代 就已经存在了吗 这胶石如此坚硬 或许可以成为炼器的材料 叶青鱼有些不甘心 他运转一丝天龙真意傲义 右手无声无息地 化作了一只龙爪 微微抓住一块胶石 猛然发力 终于龙爪刺入了胶石之中 掰下来一块拳头大小的胶石 成功了 天龙之力 果然是恐怖 叶青鱼心中大喜 他扭头看了看周围 其他人大多都在关注那艘小船 铁甲老人和其他人商议了一番 主动走过去 弯腰探手 抓住了破碎如草绳一般的缆绳 将那艘破破烂烂的小舟 拉了过来 叶青鱼背着身 以天龙利爪 连续掰下来数十块胶石 小心储存了起来 兄弟 快来上船 我们要渡海出发了 西门夜说 跳到了小舟上 招手大呼道 叶青鱼点点头 这一次 没有什么争夺和杀戮 一共十个人 先后都上了船 有人取下了挂在船弦上的桨 开始划船前行 十个人刚好坐在船上 倒也不是显得太过于拥挤 如果再多两个人的话 估计都得站着 连坐都没有空间坐下了 我们轮流划船 铁甲老人提议 没有人反对 叶青鱼坐在船后方 宋小军和他并肩而坐 前面则是西门夜说和秦植水 对于叶青鱼这个靠着女人 才走进来神门的小白脸 其他强者并没有太在意 就连一直看起来慈眉善目的铁甲老人 也从未和他说过话 只有知道叶青鱼真正身份的秦植水 偶然会将目光投向叶青鱼 但也不会开口说什么 叶青鱼也懒得说话 血海之上 风浪并不是很大 不到半个时辰之后 孤岛就已经消失不见 众人每隔一个时辰 就换人划船 叶青鱼被分派在了第四波 和他一起划船的是西门夜说 握住那粗糙宛如朽木一般的红色船桨的瞬间 叶青鱼不由得仔细看了看 这船桨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制成 入手沉重如钢铁一般 但触觉材质却和一般木材无二 上面布满了斑驳裂痕 还有类似于虫洞一般的密密麻麻的小洞 和普通瑜伽搁置多年不用的腐朽木浆一样 红色船桨深入水中的时候 有淡淡的雾气涌动 还有咕嘟咕嘟的水泡 从血色海水之中冒出来 叶青鱼滑洞船桨 虽然众人都被压制了玄器之力 但毕竟都是苦海尽上下的强者 肉体之力不可小觑 划船之时 小船如离弦之箭一般飞驰 划破层层微浪 破开阳面 朝着前方飞驰 一个时辰之后 轮到了换班 宋小军的顺序到了 叶青鱼看了看宋小军 于是对旁人道 他的班 我来替吧 铁甲老人笑了笑 道 全凭自愿 如果你想要划 没有人拦你 叶青鱼点点头 继续开始划 宋小军看了看他 没有说话 而是静静地坐在原地 如果没有看到 他之前出手时 黑暗火焰之力无敌的画面 只怕是很多人 都会将这个 带着金色镂空面具的少女 当作是一个 与世无争的贵家千金 他静静地坐在哪里 血色扬面上传来的风 浮动他暗红色的长发 宛如跳动的火焰 在所有人当中 宋小军的颜色 无疑是最为适合 这个暗红色的世界 不论是发色 还是衣服的颜色 给人的感觉 仿佛是他原本就属于这个世界 是这个世界的原住民一样 舟上的人 都用一种忌惮的目光 看着这个少女 因为谁都明白 这个小舟上 实力最强的 怕就是这个来自于 暗黑不动城的少女了 就凭他在争夺 神门资格的时候 轻松带着夜清雨进来 摇摇一掌 连到气之力 都被震得到飞了回去 这样的力量 小船上的大部分人 自问都做不到 所以 在用敬畏的眼神 看着宋小军的时候 人们也用一种比仪之中 带着羡慕的眼神 看着夜清雨 尤其是刚才夜清雨 主动帮助宋小军划船的事情 更是被一些人当作 是在讨好巴结这个少女强者呢 女孩子就是好骗啊 没想到长得帅 竟然还有这样的作用 这小子可真的是实力小白脸啊 就凭一张脸 生生被他混进了神门之中 有人用怪怪的目光 看着夜清雨 也有人看看夜清雨 再看看宋小军 又看看西门夜说 眼中的表情就更加猥琐了 宋小军是个女孩子 虽然实力恐怖 但毕竟年轻上青 被一些小白脸骗了 也情有可原 但问题是 这个西门夜说 分明是一个身形结实的有黑书生 为什么竟然也如此维护 那个小白脸呢 难道 一些邪恶的念头 涌上某些人的心头 小舟在大海上 如离弦之剑一般 穿行了整整五六个时辰 周围依旧是滚滚血水扬面 天空中的暗红色阴云 让整个世界海天一色 充斥着一种令人心计的暗红 仿佛是一个血染的世界一样 虽然没有人开口说什么 但船上诸人 心情都显得无比压抑 除了海水和阴云 看不到什么别的东西 天空之中 那个巨大的繁字 似乎是永恒不动 依旧在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嘛 神秘的力量 不断地从自己光芒之中弥漫出 浩然辉弘 佩然墨浴 死死地将众人体内的元气力量压制 铁家老人揉了揉脸 笑道 气氛有点太压抑 不如我们来聊聊天吧 老夫以老麦买老 说件事情吧 说来也是奇怪 按理来说 每一次神门开启 是可以进来十二人的 为什么这一次 我们只有十个人 如果仔细观察这所小周的话 就会发现 这小周应该是正好可以容纳十二人的 的确是如此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有人点头道 那中年剑客冷笑了一声 道 什么每次开启之数 是十二没错 但也没有限定 必须是人 如果有人非要带一条狗进来 那有什么办法 原本属于人的资格 被狗占据了呗 煞时 一些目光落到了叶清雨 和呆狗小九的身上 叶清雨笑了笑 没有说话 呆狗小九倒是怒了起来 汪 你这话什么意思 狗怎么了 找茬事吧 来来来 和狗爷过来单挑 我咬不死你 我就给你姓 好 我倒是要看看你的狗牙 中年剑客 也怒涩意于言表 立刻有人就笑了起来 让一只狗跟自己姓 这绝对不能是什么好事 那掌控流星锤道器的阴沟鼻 连忙拉住了中年剑客 在他耳边说了一句什么 中年剑客剑客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竟然是被一只狗 在言语上给算计了 他微微眯着的眼睛里 留意着毫不掩饰的杀迹 如不是有人保你 早就剁碎了你 呆狗小九毫不示弱 如果不是我家主人 不让我乱杀生 你早就只剩下一堆骨头了 你 中年剑客气得蹊跷冒烟 一把握住了剑柄 诸位 诸位 萧萧切 萧萧切 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 铁甲老人连忙站出来 当何事了 道 我们现在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更要同舟共计才是 先保存体力啊 叶清瑜把呆狗小九拉回来 没让这货继续拉仇恨 看得出来 那阴沟鼻和中年剑客 似是暗中已经联合了 他们两个人 一个在西门夜说手中吃亏 另一个得罪了宋小军 也算得上是同仇敌忾 相互联合 倒也是在情理之中 这让叶清瑜突然意识到 这艘小船上 看起来十个人都安安静静地坐着 但是谁知道 到底谁和谁才睡一会儿的 谁和谁在暗中谋划着什么 即便是这个看起来 和和气气的铁甲老人 说不定也在心里暗中计划着什么呢 小舟一旦靠岸 接近符文皇帝 行宫 到时候 只怕立刻就是一场厮杀 到时候的血腥场面 必定要比在争夺神门资格的时候 更加恐怖 三百一十三 危机四伏 这个 真的是不得不防啊 至于为什么这一次神门开启 竟然只进来十个人 叶清瑜心中 早就想清楚答案了 除了呆狗小九 占据了一个名额之外 只怕是小银龙 也占据了一个名额 只是小银龙此时化作银簪 旁人都没有看出来而已 叶清瑜也有点汗颜 没想到 自己一下子 竟然占据了三个名额 这可不是他的本意 希望那些这一次 没有争取到神门资格的人 不要太愤怒吧 在外面等一等 必定还有再进来的机会 不过叶清瑜却不知道 神门之外 一切已经发生了变化 不知道诸位发现了没有 这浪 似乎是比之前大了一些 铁甲老人开口又道 叶清瑜一正 他仔细观察像周围的羊面 发现海面上的血色浪潮 的确是比之前更加汹涌了许多 一个个浪头打过来 足足有三四米高 必须得很小心地操控小周 才能避免小周被浪潮打翻 其他人也都发现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 如果血浪再大一点 众人就都有危险了 一旦小周翻覆 掉进血海之中的话 只怕是 叶清瑜还没有想完 突然小周砰的一声 猛然一震 像是下面突然撞到了什么东西一样 瞬间被抛飞出去十几米高 一股奇异的弹力 从周底传出 众人猝不及防之下 都被弹飞了出去 糟糕 叶清瑜暗叫一声 一把拉住呆狗小九 借着上坛的势头 猛地跃起 在半空之中画了一个弧度 好不容易跃了回来 重新落回到了小周之中 怎么回事 撞到东西了 下面有东西 其他强者 也都纷纷重新回到了小周上 刚才操控划船的人 正是铁甲老人和秦植水 秦植水耸耸间 没有说话 铁甲老人吐了一口气 道 我也不知道 明明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却突然像是撞上了什么 咦 不对 他的脸色 突然之间有点苍白 道 少了一个人 没有 我们都在啊 中年剑客环视一眼 冷冷地道 连那条狗都在呢 汪 呆狗小九 又激动了起来 叶清语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巴 这样的举动 在中年剑客的眼里 被当作是畏惧 他阴阴一笑 的确是少了一个 阴沟鼻看着小周前方 那里之前有两个人 是最后进入神门的人 之前一直都很低调 完全沉默 不曾说话 所以很容易被忽视 但现在却只剩下一个人了 怎么回事 人呢 众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船头剩下的这个人脸上 这是一个三四十岁的矮兽汉子 文言连连摇头 道 我不知道 我也没有看到 刚才小周被弹起来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身边的人就不见了 我 话说到一半 他突然闭嘴 眼神直直地看着后面 神色苍白 在那里 铁甲老人喊了起来 众人回头的时候 才看到在后方数十米之外 一个身影正在血浪之中疯狂地挣扎着 但却发出不声音 恐怖的血浪 瞬间将它腐蚀地成为了一个血肉模糊的肉团一样 皮肉模糊 看起来无比恐怖 救人 矮兽汉子喊了一声 哼 救什么 已经活不成了 中年剑客冷哼道 话音未落 哗啦 突然一个巨大的阴影 从血海之中轰的一声冒出来 一闪 将那血肉模糊的身躯缠住 死死地拖进了血海深处 消失不见了 小周之上 所有人心中都打了一个寒颤 你们 看到了什么 铁甲老人颤抖着道 中年剑客和鹰沟鼻的神色也无比苍白 后者颤声道 那是 是 海兽 还是妖兽 天 太可怕了 你们看清楚了吗 其他人都摇了摇头 血浪飞溅的瞬间 只是隐约看到了一只巨大的血色触手一般的东西 破浪出现 一闪而逝 根本没有看清楚 那到底是什么 但可以确定的是 那一定是个无比可怕的存在 能够在这样的血浪之中活下来 肉体强悍到了什么程度 一瞬间 死亡的阴影 笼罩在了每一个人的心头 如果那个怪物 袭杀小周的话 只怕是所有人 都要落在血水之中 快 快划船 快离开这里 中年剑客尖叫了起来 周围赤红色的海水 在这一瞬间 变得无比可怕 众人的视力 只能看到 大约水下不足四五米的深度 再往下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可怕的怪物隐藏其中 谁也不知道 小船羞羞羞如利剑一般滑破血海 所有人的心情都变得无比沉重 又过了一个时辰 除了血浪又大了一些之外 那恐怖怪物并没有再出现 呼 好像安全了 铁夹老人松了一口气 话音未落 哄 一道血海水柱 直接从小舟右侧喷了起来 那可怕无比的触手 如闪电一般飞出 瞬间缠住了坐在船手的那个矮兽汉子 电光石火之间 将他拖入了血海之中 入水的瞬间 痴痴痴的声音传来 就看他瞬间被俯视 成为了一个血人 皮股模糊 连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来 挣扎了一两下 最终没入了深深的血海深处 与此同时 哄 小舟底部 再一次被什么东西 狠狠地撞击了一次 和上一次一样 一股奇异的力量传来 小舟被震飞了数十米高 小舟上的猪人都被弹飞了出去 该死 诸位小心 那怪物还没有走 一片惊呼之声 元气力量被封印的情况下 众人肉体之力 就算是再强 也不可能永远都在空中 被弹起之后 调整了身形 都朝着小舟的方向落下去 碰 小舟重重地砸在了水面 血色海水飞溅 叶青羽人在空中 差点失去控制 努力调整身形 朝着小舟落下去 滚开 这里有人了 中年剑客音音一笑 看到叶青羽朝着自己方向落下来 大喝一声 在小舟上挥剑 剑光爆展 不允许叶青羽落在他的旁侧 你找死 叶青羽大怒 天龙真意 运转 右手瞬间化作龙爪的形状 朝着那剑光捏了过去 但还没有等到他击溃那剑光 一边的西门叶说 已经出手 他手中不知道何时 出现了一柄三叉战戟 微微一震 就将那剑光兜震碎 凌空跃起 一把将叶青羽 拉回到了小舟之上 叶青羽心中一动 将右手龙爪重新练去 而西门叶说 直接二话不说 手中三叉战戟一震 寒芒暴徒 朝着那中年剑客刺了过去 你 干什么 中年剑客大害 连忙挥剑招架 把老子的话 当作是放屁是吧 我说过 谁再为难我兄弟 我就弄死他 你这个杂碎 刚才做了什么 自己清楚 西门叶说步步紧逼 道 你这种包藏祸心的祸色 有什么资格得到 符文皇帝免下的一则 死了算了 自己跳到海里去 别逼我动手 我 我只是让那小白脸 别跳到我身上而已 船那么大 中年剑客阴沉着脸辩解道 你跳不跳 西门叶说冷森道 中年剑客额头上青筋凸显 咬牙道 不要逼人太甚 我家老祖 已经进入神门了 血海尽头 有人接应我 到时候 你跳不跳 西门叶说 手中战机一挺 冷笑道 小孩子打架 才会叫家长 你不服气 就过来一站 不敢站 就给我老老实实跳下去死 两位 两位 不要动手 请听我一言 铁家老人连忙站出来 道 不要内讧啊 我们应该携手共度难关 是啊 相信裴兄刚才是无意的 阴沟比翼也连忙道 宋小军在一边静静地坐着 没有说话 我要是不答应啊 西门叶说 无比强势 你是想要剪除一几吧 你们几个人 想要独占小船 阴沟比 愤怒地道 叶清瑜想了想 过来拉住西门叶说 轻轻地摇摇头 他虽然心中也很恼怒 动了杀意 但现在情况未明 暂时不好动手 先留下中年剑客和阴沟比 说不定到时候 还能派上用场 关键时刻 可以将他们当作视尔 丢进血海之中 起码可以吸引 那下面怪物的注意力 西门叶说 这才勉强作罢 再敢对我兄弟动手 必定弄死你 他瞪了中年剑客一眼 恶狠狠地骂道 中年剑客 没有敢说话 铁甲老人见到局势 缓和了下来 连忙招呼着叶清瑜 两个人疯狂地划船 想要逃离这片区域 又是一个时胜过去 海面上浪潮更大了 小舟宛如一片 落入汪洋之中的树叶一样 随时都有轻浮的可能 中年剑客 吓得面色苍白 所有人的心中 都笼罩着不祥的预感 在海面上 已经飞持了快十个时辰 但依旧没有丝毫看到 海岸的迹象 谁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彼岸 在等待着自己一行人 或许永远就这样 迷失在汪洋之中 好在这个过程中 那水下怪物 并没有再出现过 看 那是什么 铁甲老人突然惊呼 314 彼岸 众人都心中一跳 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却见血色羊面上 远处似是 漂浮着什么东西过来 过去看看 西门夜说好奇地道 小船滑过去 靠得近了 众人这才看得清楚 漂浮在羊面上的 竟是半截尸体 这截尸体 只有腰腹一下的位置 身上的衣物 都被血色海水腐蚀掉了 一块斑驳的铜甲 覆盖住关键位置 而令众人都感觉到震惊的是 这半截尸体 浸透在血水之中 竟然没有被腐蚀融化 清晰可见 看那只脚 铁甲老人突然 指着尸体的右脚 叶青羽一看 却见这右脚 只有三个脚趾 且看样子 并非是被斩掉 而是天生的三脚趾 莫非是 天蚕角 莫凌峰 秦汁水心中一动 忍不住开口道 莫凌峰 叶青羽一愣 铁甲老人却仔细观察了一下 叹了一口气 道 这位小兄弟没有猜错 的确是 天蚕角 莫凌峰前辈的遗体 我亲眼看到 莫凌峰前辈在我们之前 就进入了神门 他老人家 一身秀为惊天洞地 百年之前 就已经是苦海境的强者了 公餐造化 怎么 竟然在这里陨落了 前辈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叶青羽心中一动 开口问道 万一 你看错了呢 铁甲老人看了他一眼 道 绝不会错 一甲子之前 我曾有幸见过莫前辈一面 莫前辈天生右脚残疾 号称天蚕 所学武道 又以脚法最是强悍 所以被人称之为 天残脚 莫前辈并不忌讳自己的残疾 反而是喜欢穿着草鞋盲鞋 所以我当时 看到过他的脚趾 不是有传言说 莫凌峰前辈 早就在百年前 就突破苦海境 有可能已经进入登天境了吗 秦直水话多了起来 不是传闻 他的确是已经进入了登天境 西门夜说肯定地道 这老头子 五十年前 曾经来到过我师门 我见过他 当时他已经是登天境的修为了 他修为今生 也算得上是一个好人 可惜 却死在了这里 登天之境 号称一步一层天 一层一风景 看来只有登天境的强者 肉身才可以抵御 这血色海水的腐蚀之力 叶清宇心中一动 不由得多看了西门夜说一眼 这有黑莽撞书生的师门 真的是来历不凡 连登天境都陨落了 中年剑客脸上 顿时一片绝望之色 叶清宇伸出传讲 将这半截尸体 从血水之中捞了出来 你干什么 中年剑客怒喝道 叶清宇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道 既然是我人族前辈 自然不能让他遗体 在这里蒙羞流浪 当然要带回去安葬了 小兄弟说的是 倒是我们疏忽了 铁甲老人一正 看向叶清宇的眼神里 多了一丝欣赏 哼 谁知道他安得什么心思 中年剑客冷哼道 万一是他贪图墨林峰身上的宝物呢 那块铜甲 在血水之中不服 必定是什么宝贝 闭嘴 你以为谁都像是你一样龌龊吗 西门叶说华地一下子站起来 你再说一句看看 中年剑客顿时信心地闭嘴 叶清宇根本懒得理会他 将那半截尸体捞上来 略微清理之后 收进了之前 已经存储了几个人族王者的 那个储物空间囊 既然墨前辈的尸体 出现在了这里 那说明 我们所走的方向 没有错误 之前 进入神门的人 也一定是驾船朝着前方去了 只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叶清宇开口道 不错 铁甲老人点了点头 道 既来之则安之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不管前面发生了什么 我们都要去看看 一行人略做商议 继续前行 只是所有人的心 都变得沉重了起来 一天一夜的时间 就这样过去了 好在众人都是修为今生之辈 肉体强度卓绝 也不怎么感觉到累 一路上小舟飞驰 就没有停歇过 这时 一直都站在船头 东张西望的西门叶说 突然惊呼一声 咦 前面 好像是 有什么东西啊 他指着远处道 众人心中都一紧 铁甲老人跳到船头 仔细看了下 突然激动万分地欢呼了起来 是彼岸 看到彼岸了 我们到了 真的 不会是海市圣楼吧 船上所有人几乎都跳了起来 叶清宇站起来 朝着前方看去 果然 隐隐约约之间 可以看到远处的海水色泽 已经开始变浅 有此起彼伏的山巒出现 甚至还带着一抹淡淡的绿色 似乎那海岸陆地上 竟是有植物生长 快 快滑过去 哈哈 中年剑客得意忘形地笑了起来 所有人的脸上 都带着兴奋的神色 重新激动了起来 到岸了 符文皇帝罗素的遗泽 近在眼前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不好 铁甲老人突然一声惨叫 指着脚下 道 船 船漏水了 这 怎么回事 众人低头一看 顿时心都悬了起来 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血红色的海水 竟然是一滴滴地渗透到了船舱里 小舟本来就非常小 虽然渗进来的水不多 但众人一番躲避 不敢让那血水沾身 小船顿时就显得很拥挤了 快划船 快划船 你还漏着干什么 中年剑客惊慌失措地叫了起来 指着叶清雨大骂倒 这时 距离远处的海岸线 目测至少有数十里的距离 若是放在平时 这样的距离 对于众人来说 只是一瞬时间就可以越过 但是现在没有了元气 单单凭借着肉体之力 根本无法跳那么远 死亡的阴影 让每一个人都紧张了起来 你他妈的说什么 西门夜说拎着三叉战机 神色冷了起来 不过 我的意思是 赶紧划船啊 不然大家都得完蛋 中年剑客 畏畏缩缩地道 叶清雨也没有说话 手中红色船桨极咒的挥动 和铁甲老人一起配合 小船如离弦之舰一般 飞快地朝着那海岸线冲去 每个人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里 不断有鲜红色的海水渗进来 按照这样的速度下去 我们还没有到彼岸 就已经掉进水里被杀死了 中年剑客脸色苍白地嘟囔着 船上的人都站了起来 挤在一起 仓服的位置 已经没有办法占人了 海水鼓鼓地渗了进来 不行 我们的船太重了 太重了 必须想个办法 中年剑客大吼道 那怎么办 不如你自己跳下去 给船剑腹 西门夜说冷笑道 中年剑客不敢接话 眼睛在周围所有人的身上 看了一圈 最后落在了秦汁水的身上 争鸣一笑 道 你是一个人 对吧 你 太重了 跳下去 秦汁水面色平静 反手握住了红绸战刀的刀柄 怎么 你还想反抗 阴沟鼻也冷横道 这里救你没有什么同伴 乖乖滚下去 饶你一个全尸 不然 老子撕碎了你 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爹 中年剑客手握长剑 逼了过去 就在这时 谁说他没有同伴 我们是一起的 急速划船的叶清宇突然开口 淡淡地道 你 中年剑客一正 顿时一脸的怒涩 阴沟鼻也阴侧侧地道 小朋友 你能够安安稳稳地在这船上 就是仗了别人的力量 就不要管这么多闲事了 不要不知足 叶清宇一边划船 一边冷笑道 这也是我想要对你们两个说的 我和西门兄 还有这位美女 三个夹起来 弹指之间横扫你们两个渣子 让你们一路坐到这里 你们也该知足了 不要再不知满足 要是觉得船要沉了 不妨自己跳下去滚 你他妈的 你以为你是谁 你 中年剑客急得破口大骂 西门夜说冷哼了一声 手中的三叉战机指向了他 宋小军的掌心里 一团暗黑色的火焰 也悠悠地浮现了出来 中年剑客瞬间闭嘴 疯了 都疯了 阴沟比咬牙切齿地道 秦指水正了正 面带一色地看着夜清雨 没想到夜清雨会在这个时候帮他 不过他 还是点了点头 抱刀拱拱手 算是记下这份人情了 说话之间 渗入小船仓库的血色海水 已经有一场深了 不行了 这船撑不住了 铁甲老人颓然道 各位自求多福吧 此时 距离岸边 还有两千多米的距离 说完 他竟是直接跃起 朝着那血色海水之中跳去 众人一正 下一瞬间 却见铁甲老人在历劫快要掉进水里的时候 突然将手中的船桨 猛然拍在血水上 竟然是 借着这个反正之力 重新又弹起 再度S跳跃了近百米的距离 如此反复几下 竟然被他跳出去近千米 对了 那船桨不怕血水俯视 可以借力 这老东西 实在是太奸华了 老奸巨华 看着一副老好人的模样 实际上早就在自己打算了 他早就想好了 竟然自己跑了 西门夜说看的目瞪口呆 315 画龙 斩杀 同一时间 突然 秀 剑光爆起 中年剑客突然出手 袭杀向叶清宇 叶清宇虽然早就略有防备 但是没想到 他竟敢如此干脆地出手 敌挡躲避之间却见中年剑客的剑势一转 剑机猛地拍在了叶清宇手中的船桨之上 砰 船桨脱手而出 中年剑客一把握住船桨 身形如电一般 飞射了出去 哈哈 你们这群蠢货 在这里等死吧 中年剑客疯狂猙獰的大笑 转眼之间 已经窜出去数百米 效仿那铁甲老人 以船桨拍打水面 借力跳跃 裴兄 不要丢下我 我们不是说好了 阴沟比大喝 但哪里叫得回来中年剑客 这时 小舟又再度剧烈摇晃了起来 直接响起了咕嘟咕嘟的声音 大团大团的血水涌进了船舱腹 眼看着连船桨都要沉入到血海之中了 拆船 叶清宇大喝一声 擒指水同一时间已经出刀 刀光如水 斩在船桨上 当 金铁浇明的声音传出 火星似箭 船桨安好无恙 不行 拆不了 这船身以神才助救 我们被封印了元气 根本斩不开 饶式擒指水一直镇顶 这个时候 也不由得面色大变了 我来 叶清宇这个时候 也不再隐藏 运转天龙真意 右手瞬间化作龙爪 微微一探 抓住了船舰 用力一掰 一阵金铁浇明之声传出 那无比坚硬的船舰 竟是直接被掰下了一大块 走 叶清宇把这一块船舰 丢给了秦植水 那你们 秦植水略略犹豫 大兄弟 你先走吧 我们自有办法 西门夜说笑嘻嘻地道 大恩不言谢 秦植水一拱手 身形淡月而起 效仿铁甲老人 和中年剑客 以船舰部件拍水 朝着远处海岸纵去 阴沟鼻面色连连变化 他知道 以自己之前的表现 叶清宇是绝对不会帮自己 真是一辈子打咽 今日却偏偏被咽桌瞎了眼 没看出来 这个小白脸 才是身藏不露的存在 当下一咬牙 竟是也猛然朝着 汪洋中乐去 叶清宇一正 突然见这阴沟鼻 竟是如流星一般地 朝着秦植水腾跃而去 叶清宇瞬间知道 这人想要干什么了 秦兄小心 他大喝道 另一边的秦植水 显然也是察觉到了危险降临 阴沟鼻想要在羊面上 争夺他手中的传弦不见 好一个秦植水 临危不乱 一边护住了传弦不见 另一边调整身形 正面和那阴沟鼻对了一技 整个人借着这股反振之力 瞬间又是腾跃出去数百米 远远地来开了距离 而阴沟鼻 却是被震得倒飞回来数十米 历劫之下 无处立足 朝着汪洋血水之中 跌落了下去 他疯狂地大喝 如同一头发了狂的野狗一样 取出了那枚流星垂倒气 落水的瞬间 拍在水面 接着这股反振之力 又腾跃起了数十米 但这流星垂 本身就是极重 又不能在血水之中漂浮 效果显然不如传奖和传弦好用 支撑了不过五六下 阴沟鼻就掉落进了血水之中 他疯狂地在血水之中翻腾挣扎 但很快就被腐蚀掉了皮肉 冒出了一阵阵的腥臭白烟 最终沉没在了茫茫血色扬面之下 而与此同时 叶清宇 已经连连将传弦拆下来几件 哈哈 我来试试 西门叶说在自己的脚掌上 绑了两块船板 跳到了洋面海水之中 竟是姿势潇洒无比的踏浪而行 丝毫不沾水波 别人都吓得战战兢兢的血海 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像是小孩子玩水玩游戏一样轻松 宋小军看着叶清宇递过来的船板 轻轻地摇摇头 暗红色的火焰 在他的身体之中生腾起来 又化作了翩翩血色妖莲花瓣 拖住了他的身躯 缓缓地飘浮了起来 如同九天玄女一般 说不出的玄妙优美 你的原力 没有被封 叶清宇震惊 为什么宋小军 竟然可以使用原力 难道他竟然不受天空之中 那个巨大的繁字的影响 宋小军没有说话 只是伸出手 示意叶清宇 过来踏上那妖莲花瓣 叶清宇笑了笑 道 这一次 不用你帮我 我想我应付的来 我先去收一笔小债 话音落下 一生龙银出现在天地之间 天龙真意彻底运转 叶清宇化作了一条白色的银色天龙 五道真意是一种领悟 是一种心性和精神意志的力量 所以 不会受到天空之中 那个繁字的神秘力量的压制 这一点 叶清宇之前 早就暗中实验过了 龙入大海 血水不能侵入丝毫 龙身腾空 飞翔是龙族的天赋本能 天空之中那繁字 亦不能压制 化身为龙的叶清宇 游走与天与海之间 仿佛是回到了家一般 一念之间 腾跃出千米 中年剑客已经在身边 什么 哪里来的 天龙 中年剑客大惊失色 小东西 我说过 你死定了 抢我主人的传讲 这回我家 主人变身了 看你还怎么得意 呆狗小九 站在天龙的头上 前掌握着两只鸡脚 兴奋地仰天长笑 什么 你是 中年剑客终于明白了过来 不可能 真不可能 天空中的繁字 压缩一切元气 你怎么可能施展神通 除非 除非 难道是五道真意 这不可能 他心中一片冰凉 汪哈哈 有什么不可能的 汪的主人 无所不能 小东西 我说过 要咬死你 快滚过来 让汪咬一口 呆狗小九得意洋洋 叶清宇嘀吼了一声 他觉得 哪里怪怪的 按理来说 不应该是战宠复制主人吗 可现在为什么这呆狗 竟然跳到了自己的头上 把自己该说的话 全部都说完了 抢台词啊这是 怎么感觉自己 才是战宠 这呆狗 正在扮演着 主人的角色呢 中年剑客 面如死灰 他疯狂地大鹤 利用船桨 拍打血水 拼命地朝前方跳去 但任凭他使尽了吃奶的力气 却根本无法逃脱天龙的追杀 自生自灭吧 叶清宇巨大的龙尾轻轻一甩 就将中年剑客手中的红色船桨振飞 然后再次夺了回来 不 中年剑客绝望地大吼 身形朝着汪洋血树之中落下去 一脸哀求地看向叶清宇 道 小兄弟 求求你 饶了我 不 救我 叶清宇并未理会 扑通 中年剑客最终还是掉进了恐怖血水之中 哎呀呀 不 救我 他疯狂地挣扎着 身上冒出了腥臭腐烂的白气 血水俯视着他的身躯 转眼之间就皮开柔烂 像是活猪掉进了废水里面一样 只是没有人理会他 银色天龙 修长优美的身躯 一个蜿蜒 再次返回到了之前的地方 血色小舟已经沉默的 只剩下了一个破损的船舰 还在外面 哄 叶清宇冲入了血浪之中 浪花飞溅 化身为龙之后 叶清宇有一种随心所欲讹的感觉 行动自由 即便是血色海水 也不能对他造成丝毫的困扰 一个俯冲 扎进了血海之下数百米 龙目睁开 射出神光 可以将血海之下千米之内的一切 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一片死海 没有丝毫的生气 没有鱼虾 没有生物 周围看不到丝毫的鱼虾存在的迹象 叶清宇冲入大海 宛如皇者回归自己的领地一样 可以看到 众人之前乘坐的小船 正在冒着气泡 一点一点地朝着深海之中沉没下去 在无尽的汪洋之下 它就如同一颗沙粒一样 一点一点地沉沦 叶清宇尾巴微微一动 就来到了这小船跟前 这小船 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铸就 血水不能腐蚀 坚硬无比 且可以漂浮在血水之中 也许是天才地宝也说不定 叶清宇想了想 没有犹豫 将整艘小船 都收入到了丹田世界的那 云顶铜炉之中 有无上冰岩的力量可以指挥 叶清宇也不算是完全被压制了修为 所以将这小船收进丹田世界之中 还是可以做到的 云顶铜炉原本是来自于上古的神奇丹炉 蕴含着无尽的奥秘 单单是内壁上的108个古字 就堪称是无价 若是落在 雪国丹神 独孤泉这种丹道大师的手中 只怕是历史会被奉为至宝 但落在叶清宇的手中 却被当作是储物空间利用了 在深海之中略略巡游 估算时间 宋小军他们大概已经到了海岸 叶清宇准备浮出水面 就在这时 嗯 突然一股极致星际在体内涌动 叶清宇只觉得浑身龙鳞都张开了 低头一看 下方深海之中 一片庞大无比的阴影 在下方大约数千米的深处 缓慢地飘然而过 以他的龙目视力 竟然看不清楚那团阴影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可以确定的是 必然是什么生物 316 买死人 难道是之前出现过的 那触手怪物 叶清宇心中悸动 一股极其可怕的气息 从那大片阴影之中传来 叶清宇化身天龙之后 可以算得上是海中的皇者 心中无所畏惧 但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那片巨大的阴影 却还是经不住一阵阵的战力 要不要潜下去看看 算了 时间紧迫 寻找符文皇帝一则要紧 叶清宇打消了潜下去观察的想法 心中一动 银色天龙冲天而起 破出海面 一瞬之间 就到了海岸上 金黄色的沙滩 在血色海水的冲刷下 竟是不带丝毫的血色 宛如一颗颗黄金一般 微微发光 层层叠叠地扑出去 海岸极宽极缓 海水也是极浅 毫无疑问 这里是一处平缓完美的海滩 在往远处 却是山栏绿树 层栏叠杖 郁郁森森 竟是一片充满了活力的大森林 宋小军和西门夜说 秦植水三个人 在岸上等待着 铁甲老人没有了踪迹 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了 叶清宇越过海滩 和三个人会合 天龙真意的确是强悍 但唯一有一点不好 就是一旦变身 身上的衣物瞬间破损 等到变回来之后 就成赤身裸体了 幸亏叶清宇身上 带了不少备用的衣物 否则真的就只能裸奔了 方才多谢叶兄了 秦植水再次感谢 秦兄客气了 叶清宇笑了笑 然后看向西门夜说两人 啊 黑色欲绝地图上的标识路线 我们已经走完了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这倒是符文皇座行宫吗 西门夜说 看了看远处的层丸森林 啊 家世曾经说过 血海尽头 有神皇之宫 应该没错了 这里 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符文皇帝行宫 啊哈哈 我们的机缘到了 你看那里 他伸手指向层丸森林深处 却见微微白云笼罩的地方 隐约真的有一座宫殿 浮现在虚空 那宫殿 和之前众人在误区尽头 等待神门开启的时候 看到的天空中 浮现出的那座神殿 几乎一模一样 给人一种神圣浩瀚 辉红磅礴的气息 走 叶清雨也不再耽误时间 一马当先 藤月而起 朝着森林深处冲去 此时已经落在地面上 和阳面上是不同 有了可以借力的地方 如他们这般的强者 一次藤月 就是千米 星丸头智一般跳跃 速度并不比被园存在 时慢多少 轰轰轰 众人像是距离兔子一样 不断地跳跃 急速前进 只有宋小军一个 脚踩暗黑色腰帘 漂浮于天空之中 潇洒到了极点 瞬息之间 众人就入了森林 看起来是寻常的植被 没有什么奇异气息 也不存在想象之中 应该有的阵法之类的东西 一切都很正常 草木之间 还有小鸟昆虫鸣叫 蛇虫鲍蚁都有 和远处 那片一望无尽的死亡之地 血色汪洋比起来 这片森林 仿佛是生命的乐园一样 叶清雨原本还在期待 能够在这森林之中 找到一些珍稀罕见的 草药神草之类的东西 但他失望了 森林之中的草木 都是极为普通常见的种类 没有任何奇异之处 突然 前方传来一阵奇异的血腥味道 叶清雨三人 落在一块岩石上 流水潺潺 小溪水晶莹透亮 颜色明媚 和血海之水不同 在树荫之间匆匆流过 河滩上 一片狼藉 草木摧折 还有一滩滩晶莹的血迹 还未完全干涸 散发出淡淡的奇异幽香味道 而在血泊的周围 却是有数十头大虫蟒蛇的残区 都爆裂了开来 死壮极惨 看来是有强者 在这里交过手 有人还负了伤 嗯 应该是之前 三次神门开启的时候 进来的强者 他们已经提前到了 顶级强者的血液 洒落在这里 香味吸引了这些虎豹大虫 前来舔势 可惜这岛上的兽类 只是普通生灵 无法承受这些强者 血液里面的力量 那是舔了一滴滴 也被瞬间撑爆了 秦植水忍不住感叹 是啊 追求力量和寿命 追求生命质的提升 是每一种生灵的本能 但真正走到最后的 又能有几个呢 叶清宇也颇为认同 走 西门叶说催促 几个人继续赶路 一路上 又遇到了一些 强者搏杀的痕迹 只是因为被压制了元气 单凭肉体之力 战斗的破坏力 终究还是有限 所以 这片森林看起来还算是完好 也遇到了一些战死强者的尸体 体内的气息都令人心计 最弱者也是苦海境的存在 放在外面真实世界 哪一个不是雄霸一方的恐怖存在 可惜在这里 命如已见 死了连一个掩埋的人都没有 叶清宇每每看到 都忍不住心生叹息 他性子里终究是有点小偏执 说是富人之人也好 说是愚蠢也罢 最终还是停下来 耐心把这些强者的尸体 都一一掩埋了 又到一处战斗痕迹现场 随着越是靠近中央区域 战斗越是触目惊心 这处战场上 足足有五具尸身 叶清宇也没有说话 一句一句地开始整理掩埋 我说兄弟 这个时候 你管这些死人干嘛 西门叶说 忍不住吐槽道 西门叶说和秦之水 两人 被他这么连续耽误 最终都忍不住了 劝叶清宇也没有笑过 眼看着就要到了符文黄座 虽然明知道 自己来得已经有点晚 早就有人到了 但终究是忍不住心中的冲动 对叮嘱了叶清宇几句 两个人都心急火燎的 朝着前方赶去了 只有宋小军 脚踩黑暗妖帘 不紧不慢地漂浮在天空 陪着叶清宇 丫头 你也赶紧去吧 不要等我了 叶清宇笑了笑 抬头大声道 宋小军看了看他 没有说话 也没有走 叶清宇笑了笑 没有在说什么 汪汪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呆狗小九也快急疯了 我们要抓紧时间 去寻找符文黄帝一则呀 眼看着就到手的东西 你这么慢悠悠 哎 真是急死个狗啊 一则有缘人得知 不在先后 叶清宇不患不忙地道 可是 可是缘分也是自己争取来的 你不去争 怎么到你手中啊 呆狗焦躁地道 主人 这个时候 你可千万不要犯傻啊 这些死人 也未必都是什么好东西 管他们做什么 我们已经迟了 前面进入的那些强者 都是真正的顶级存在 天残角 莫凌峰这样的登天境存在 都已经陨落 可见争夺有多残酷 我们就算是急着赶过去 估计也没有办法奋一杯羹 看着焦躁的呆狗 叶清宇笑着道 既然凭实力抢不到 那就要靠运气和人品了 运气和人品 与你买死人 有什么关系 呆狗小九疯狂地跳了起来 恨不得拉着叶清宇狂奔 叶清宇神秘地一笑 怎么没有关系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我买个死人 怎么也算得上是一两级浮屠吧 做好是攒人品啊 哇 带头呆狗呼天枪地 我这么好一条狗 怎么就摊上 你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主人啊 造孽啊 叶清宇瞥了他一眼 道 你要是忍不住 可以自己去 回头我们再会合 呆狗很认真地想了想 虽然一脸的冲动 但最终还是颓然道 算了 我还是留在 你这里吧 万一你待会儿遇到危险 我还可以救你 叶清宇呵呵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挖坑 脸尸 埋土 树碑 几具尸体都买好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 道 好了 我们 话音未落 叶清宇的脸色猛然一变 看向了远处的树丛 神色顿时警惕了起来 一步一步地逼过去 道 什么人 为何躲在树后 请现身吧 没有动静 呆狗跳到叶清宇的身上 粉嫩的小鼻子耸动着 神色也严肃了起来 咻 他化作一道闪电 冲到了树后 小心 叶清宇连忙也跟了下去 主人 快来 是这个老家伙 快不行了 呆狗小九的声音响起 叶清宇跟过去 拨开茂密的草丛 却见是之前逃跑了的铁夹老人 气息微弱地躺在了草丛里 一脸的灰败和颓唐 竟是一动都不能动 竟得气多出的气少 显然是快要死了 连话都说出来了 手中紧紧地握着那一只船桨 叶清宇蹲下来 仔细观察时 却见铁夹老人的胸口 一只掌印清晰地印在铁夹上 看其凹陷程度 只怕已经塌陷到了胸腔里 出手之人气力恐怖 只是一掌 就震碎了铁夹老人的五脏六腑 在这种元气力量被压制的情况下 显然铁夹老人是活不成了 这个老好人 何事老 老奸巨华 一路上闯到这里 却最终还是踏不过这一步 叶清宇蹲下来 单手扶起他 想了想 一缕淡淡的无上冰年 注入到了铁夹老人的心肺经络之中 三百一十七 神山之巅 一叶清宇如今对于无上冰年的操控 非但不会伤害他 反倒是可以略微延缓 增强他的生机 嗨嗨 铁夹老人剧烈地咳嗽 吐出一口鲜血 其间夹杂着内脏碎块 脸色微微泛红 明显是回光反照之相 他自己心中也很清楚 但终于是可以有开口说话的力气了 原来 是叶 叶少侠 我 我不行了 可有什么后世遗言要交代吗 叶清宇问道 嗨 我 没 没想到大家都看走了眼 叶 少侠你 到底是什么人 铁夹老人艰难地问道 幽艳官 叶清宇 叶清宇也没有隐瞒 他进入此间 本来就没有想着隐瞒自己的身份 只是之前众强者看他实力低下 都不将他放在眼里 所以并未给他说话介绍的机会而已 什么 原来是 铁夹老人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 原来是 幽艳一艳 叶侯艳 果然 果然是 我是雪 雪国 雪精 我 铁夹老人气息急促 眼看着不行了 他从怀中掏出一枚盘龙玉绝 塞到了叶清宇的手中 挣扎着想要说什么 但最终一口气没有说出来 眼睛原睁 就此死去了 叶清宇看着那盘龙玉绝 心中惊讶 雪国 雪精 难道这老人 竟然是雪国的人 铁夹老人最后一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盘龙玉绝 又代表着什么呢 叶清宇心中微微叹息 摇摇头 伸手抹上了铁夹老人的眼睛 让其闭眼明目 这才稍微收敛了他的尸身 在旁边挖坑 将这铁夹老人 也埋在了这片土地上 等我去了雪精 如果能够找到线索 定会将这盘龙玉绝 给你的后人 你安息吧 叶清宇在坟前 竖了一个无名碑 然后他才带着大头呆狗 不断地藤月 朝着岑栏森林中心地带而去 一路上 仍旧会遇到战场痕迹 也会有陨落强者的尸体 叶清宇一一收敛埋葬 足足花费了一个时辰 他才感到了岑栏森林的最中央 宋小军也一直都陪着他 金色面具的少女 风吹动他的红裙 脚踩妖帘 站在虚空之中 如同一世而独立一般 一座山峰耸立 周围有白色雾气缭绕 却不是那可怕的湮灭迷雾 而是蕴含着丝丝灵异的鲜雾 稍微嗅一口 都觉得令人神清气爽 仿佛是吃了什么灵丹仙药一般的感觉 山峰在白雾的笼罩之下 显得神秘无比 一条歪歪斜斜的阶梯石阶小道 盘旋着向山顶的方向而去 最终隐没在白色雾气之中 而在阶梯小道的最开始 一级石阶的右边 竖着一块一人高的石碑 上面两行古字 不是神魔时代的文字 而是三皇时代的古字 叶青鱼仔细辨认 就翻译了过来 趋近通幽 幽然九霄符文帝 战役冲旋 玄乎碧落住人寰 在这两行古字的旁边 落款是两个更小的古字 罗嗦 这两个字的旁边 还画着一张吐舌头的小猫的脸 众所周知 罗嗦的身边 曾经跟着一只神圣十二一月光吼 外形似猫 也是大大的有名 在三皇五帝的时代 这只名为白月的月光吼 也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之一 所以 这位符文皇帝的硬性 就是一只吐着舌头的小猫脸 这么说来 这山峰之上 真的会是符文皇帝罗嗦的行功吗 叶青鱼看着这面石碑 若有所思 根据白鲁学院图书馆里的一些杂文古籍估本中记载 在此之前 人族一共发现过数百处符文皇帝罗嗦的行功 但其中大部分都被证明是为种 是罗嗦晚年故不一阵留下来的误导线索 只有七处 发现了符文皇帝罗嗦的真迹 留下了一些遗则 曾给整个人族带来过巨大的希望 但可惜 这七处行功之中的东西 并不完整 传说之中的符文天解注释 这本记载了符文皇帝罗嗦一身一波的质宝 从未出现过 如果没有误导的话 那眼前这座山峰上 应该就是符文皇帝罗嗦的第八座真迹行功了 主人啊 你咋又魔杖了呢 快走啊 看着这个破碑发什么呆呢 哎 真是丑死个狗了 呆狗小九 简直快要急得吐血了 嗯 走 走吧 叶青鱼一步一步 走上了这台阶 呆狗直接急了 你不会是要打算 这么一急一急爬上去 那怎么走 叶青鱼反问他 跳上去啊 或者化身天龙飞上去 抓紧时间啊 呆狗小九 真恨不得叼着叶青鱼飞上了 叶青鱼笑了笑 脑海之中又闪过那石碑上的两行字 摇了摇头 道 不对 不对 这条路 应该一急一急走上去才对 呆狗小九 目瞪口呆 叶青鱼笑着抬头 对空中的宋小军招了招手 宋小军摇了摇头 这条路要用脚走上去 相信我 叶青鱼开口道 宋小军还是摇了摇头 目的不一样 啊 叶青鱼一正 宋小军不再说话 他就像是一个影子一样 漂浮在叶青鱼的头顶上方 不快也不慢 仿佛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 叶青鱼自己心中有些猜测 但终究不忍这样 一直磨叽下去 万一耽误了宋小军的机缘 那就不好了 想了想 他就在这石阶上跑了起来 一步一步加速 跑得很快 但每一集石阶都踩了一次 没有越过 或者落下任何一集 看起来像是遇到残影一般 疯狂地冲向山顶 宋小军紧紧地跟着 大约一炷香时间之后 呼呼 一共11111级台阶 叶青鱼看到了前面石阶小道 终于到了尽头 一座拱形石门出现在前面 越过石门 是一座平整的广场 广场的尽头 是在海滩上时看到的 微微神殿 广场上 人影重重 二三十个身影 静静地站在那神殿的大门口 似乎是石化了一样 没有人说话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又仿佛是被什么东西 给吸引住了一样 如同丢掉了魂魄 呆滞无比 远远看去 像是一尊尊的石像 气氛诡异到了极点 叶青鱼踏上了广场 这时 他才注意到 广场的石板 极为奇特 每一个淡黄色的石板上 都有一个幽蓝色的奇异符号 像是符文 但又不是 而且 每一个石板上的符号 都不相同 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 在符号幽蓝色的笔画里 有一种奇异的 如同液体一般的光滑在流转 可是伸手触摸的时候 摸到的 只有粗糙的黄石板的触觉 他略微看了一阵 没有看到什么奇特的地方 于是朝着广场的深处走去 天清云淡 有淡淡的风吹拂而过 叶青鱼心里 有一种极为奇特的感觉 他来到了那二三十个身影的背后 的确是之前来的那些高手强者 因为叶青鱼看到了 同样一脸呆滞的 站在原地的秦植水 和西门叶说 这两个家伙站在最前面 脸上的表情凝滞了 肌肉都不动弹丝毫 眼睫毛都凝固 西门叶说 脸上带着某种狂喜的神色 咧着嘴 白色的牙都露出来了 而秦植水脸上 则是一副惊讶和苦思的表情 两个人都呆呆地抬头看天 叶青鱼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 什么都没有发现 天空中什么都没有 除了这两个家伙之外 其他二十多个人 都在原地站着 表情和神态 大致也都是如此 他们每个人之间 相隔大概是十米左右 脚下踩着的 是不同的黄石版幽蓝色奇异符号 幽蓝色的光辉淡淡地泛出 如同光照一样 将他们保护在了其中 叶青鱼尝试靠近 都被这种淡蓝色的光辉 给阻挡住了 咦 这家伙怎么也在 叶青鱼目光落在一个身影上 顿时一待 一个亦有天蓝色长发的家伙 身形匀称 额头戴着黄金发菇 腰间培育 悬着一柄金香玉剑柄和剑翘的长剑 神态依旧是有点懒洋洋 眉宇之间带着贵气 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 抬头看天 蓝天 曾经在白鹿学院中 冒充教习 带着第一次试炼的叶青鱼等人 出去瞎胡闹 曾经在 结界峡谷战场中 大杀四方 曾经和叶青鱼 一起被关在思国院里面的那个 英俊不靠谱的家伙 自从离开了白鹿学院之后 叶青鱼就再也没有 见过这家伙 只是当时隐约觉得 蓝天的来历 一定很不同凡响 没想到今天 竟然在这里 看到了这个懒洋洋不靠谱的家伙 这可着实让叶青鱼感到无比意外 除了蓝天之外 其他人 叶青鱼都不认识 但令他感觉到无比震惊的是 有一个身影 腰腹部位以下 已经彻底被斩掉 只剩下了一个上半身 竟是漂浮在一块石板上 同样仰头看着天空 神色安静平和 没有丝毫痛苦之色 宛如沉浸在什么美好的东西之中一样 318 符文蓝光印 这些人 应该都是之前就通过神门 来到了这里的强者了 叶青鱼大概也猜测得出来 只是大部分人 他都不认识 不过能够走到这一步的人 在外面世界里 只怕都是真正的大人物吧 只是他们这种神态 静止呆滞不懂 宛如灵魂出窍一般的状态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叶青鱼也尝试着脚踩在一些黄石板石块上 让那幽蓝色的奇异符号光芒 照射在自己的脚底 可是换了数十块黄石板 却没有丝毫的作用 不会得到丝毫的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叶青鱼百思不得其解 汪 不用试了 你一定是来迟了 错过了机缘 呆狗小九一脸的恨铁不成钢 应该不是 叶青鱼不太相信 他正要开口 让宋小军也试试 但没有想到 一扭头的时候 却发现宋小军不知道何时 已经消失不见了 原本应该脚踩妖帘出现在广场上的少女 没有了影踪 不知道去了哪里 怎么会这样 情况越发地诡异了起来 小丫头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叶青鱼拍了拍自己的脑门 心中有些担忧 但仔细想一想 宋小军在这符文皇座行宫之中 内缘并不受天空之中 那个巨大的凡字的神秘力量的影响 以他的实力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胡思乱想了一阵 叶青鱼干脆继续往广场深处走去 百米之外 来到了神殿台阶面前 有一块块转刻着奇异符号的石板 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拖着 漂浮在石阶上方 如同浮在水面上一样 上下沉浮 他抬脚踏上石阶 一级一级走去 总共108级 到了神殿时机之上 吼吼吼 一阵阵凄厉疯狂的妖兽 哀嚎嘶吼叫声音传来 叶青鱼微微一惊 扭头看时 却见在石殿正门的十多米高的巨型银色石门上 转刻着两个巨大繁傲无比的奇异符号 与广场黄石板上的幽蓝色符号不同的是 这两个巨大符号显得无比烦傲 歪歪扭扭的笔画 似是小孩子鬼画符 又似是一个令人掩孕的迷宫 最重要的是 这两个巨大符号颜色为赤红色 那笔画之中流动着的光焰 就像是鲜血一样 有一种妖野凄厉的气息弥散 每隔1%的时间 这两团巨大的血色符号 就会急速闪烁一次 而每一次闪烁 就会有潮水一般的妖兽 从里面幻化出来 浑身都充斥着疯狂和毁灭的气息 星红的眼眸 闪烁令人站立的凶悍嗜血味道 疯狂地奔跑 但才跑出不到一米的距离 前方的虚空里有水波一样的纹落流转 虚空避障如同融化了一样 这些妖兽一头扎进水波纹落中 消失在了虚空避障的另一侧 叶清宇强忍着心中的震惊 缓缓地靠近观察 他现在可以确定 出现在那18个误区之中的 然后又从陆明山之中奔跑出去 围攻陆明俊成的那些疯狂妖兽 竟然是从这两个鲜红色的 巨大奇异符号里面幻化出来 这就是所有妖兽的来源 巨型银色石门上的这两个符号 竟然就是一切灾祸的源头 叶清宇之前曾经想象过无数个原因 却没有想到最终的结果 竟然是这样 这两个血色符号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幻化出疯狂妖兽呢 叶清宇缓缓地靠近 想要自己观察 但就在他距离银色巨型石门 大约十米的时候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那两个巨大的血色奇异妖野符号 猛然间散发出淡淡的阴晕 像是有一只无形的巨手 轻轻一抹 将这两个符号抹去了 妖野血色符号消失了 巨型银色石门恢复了正常 再也没有妖兽从里面幻化 嚎叫奔腾出来 一米之外 那虚空避障光落也随之消失 一起消失的 还有无尽妖兽的嚎叫嘶吼之声 叶清宇还没有弄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轰隆隆 巨型银色石门 发出雷鸣般的声音 缓缓地自动打开 一股佩然默欲的雷霆之力 从石门后面涌出 隐约之间 还能够听到 神灵和妖魔战斗厮杀的吼声 能够听到天女吟唱的声音 能够听到巨魔狂笑的声音 听到生灵嘶吼的声音 听到神王哭泣的声音 无数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声音传出 叶清宇被那股佩然默欲的雷霆之力写过 毫无挣扎的余地 哪怕是画龙 也无法抵抗 整个人就一点一点地 被缓缓地拉进了打开的什么之中 一起被拉进去的 还有呆狗小九 还有化作银簪的小银龙 俩货感觉到不妙 拼命地挣扎 呆狗身形膨胀 一双后找死死地蹬住石门 小银龙也现出了原形 龙找紧紧地拔门 何力想要把叶清宇拉出来 可惜最后一人两兽 全部都进了石门之中 没入到了神殿的深处 然后巨型银色石门再度关闭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一股奇异的光纹光波 以神殿为中心 朝着广场上散发出去 那些呆呆地站在原地 抬头看天的强者们 被这光波扫过身躯 顿时纷纷如梦初醒 都恢复了正常 一个个一脸惊骇之中 带着狂喜的神色 看向周围 然后喜色变成了警惕 怎么回事 难道刚才那是幻觉不成 我似乎是到了机缘 前面那就是符文神殿吗 罗素缅下的遗则 应该就是神殿之中 可为什么我们无法进去呢 才走到广场上 就忍不住悟道 那神殿之中 岂不是有着更加逆天的东西 一阵低语 从悟道之中醒来的强者们 体会着自己刚才的所得 心中都是狂喜 他们没有想到 只是在这符文广场上 就会有如此的机缘 每个人得到了什么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但从每个人的神情来看 想必都是大机缘 他们脚下的黄石板 有光辉闪烁 那幽蓝色的奇异蓝色符号 在黄石板上消失 然后又出现在了 他们的掌心里 幽蓝色的光纹 如同镌刻在皮肤之下 随着他们的心意 出现或者是消失 与此同时 天空之中 那个巨大的凡字 彻底消失了 那股神秘的压制之力 也随之消失 啊 我可以重新催动那源了 元气之力 回来了 哈哈 太好了 终于可以恢复正常实力了 这是个意外的变化 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阵阵的兴奋 力量重回身体 久违的安全感 也回到了每个人的心中 有人看着自己 掌心出现的幽蓝色奇异符文 他尝试着 像这幽蓝色的光纹之中 注入一丝的元气 哄 强大的蓝色光焰 冲天起 宛如神之利剑 划破了虚空 连虚空避杖都斩破 这连他自己都大吃一惊 只是稍微注入了一部分元气之力而已 进入爆发 除了这么强悍的攻击力 这 就是传说之中 符文皇帝罗素免下留下来的遗则吗 哄哄 不断有蓝色光焰 战破虚空 显然是其他人 也都发现了 掌心出现的蓝色符文图案的可怕 哈哈 有人大声地狂笑着 西门夜说 看着自己的手掌 也万分欣喜 掌心之中的符文蓝光映 和之前自己脚下踩着的 黄石板上的幽蓝色图案 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在经历了短暂的悟道之后 自己获得了这块黄石板上的 符文光映的力量 虽然只是短暂的尝试 但他已经可以确定 烙印在右手中的这枚符文蓝光映 威力不止于目前自己所发现的 随着不断地揣摩钻研 他的威力 还会有所提升 这就是符文皇帝罗素留下的遗则吗 一边的擒纸水 右手握刀 催发了他掌心的符文蓝光映之后 幽蓝色的光焰 笼罩覆盖了他的整个右臂和红绸战刀 一股强大的刀翼之力 朝着四面弥散 他并没有劈出这一刀 但威力已经显现了出来 饶氏以擒纸水的心性冷静 此时脸上 也不由地浮现出了笑意 这次冒险 好几次闲死还生 最终来到符文行宫之前 终于算是有了回报了 他和西门叶说 两个人 一路狂跳飞奔 来到了这广场之上 看到了那些沉默凝固 待至屹立原地的人群 还没有来得及观察 突然脚下锁踩的黄石板 发出蓝光 将它们彻底笼罩 然后身体就开始不受控制 神魂如出窍了一般 进入了一种奇异的环境之中 通过重重考核 开始误导 整个过程 似是漫长 又似是微微一瞬 而现在看起来 明显所有广场上的人 都无意之中 激发了脚下黄石板上的 幽蓝色符文光辉 各自都获得了奇遇 这样的结果 应该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原本以为 到了符文黄做行宫的时候 会是一场血腥的大厮杀 只有运气最好 或者是实力最强的那个人 在付出代价之后 才会得到符文黄帝 罗素免下留下来的遗则 谁知道 竟然是人人有份 一场大厮杀 应该是可以避免了吧 319 前辈是您 咦 我兄弟呢 怎么不见人 西门夜说四处打量着 人群之中 并不见叶清雨的存在 秦之水文言 连忙也在周围寻找了起来 广场上一共20多个人 一眼扫过去 的确是没有看到叶清雨的身影 我那个傻兄弟啊 不会还在山下买死人了吧 西门夜说 脸都绿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他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还这么慢慢悠悠啊 不过 还好 这广场之上 最少也有上万块黄石板 他就算是来得迟 到时候 一定也可以找到 属于自己的那一块 获得符文蓝光印 秦之水点点头 嗯 西门兄说得对 倒也不用太着急 因为 旁边有些贪心不足的人 已经在开始尝试 想要激发其他一些黄石板 得到其上的符文蓝光印 但显然没有成功 不论他们怎么努力 都无法激发 第二块黄石板上的蓝色光辉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广场上的黄石板蓝光符文 虽然上万 但每个人却只能得到一个 当那符文蓝光印 转移到了众人的手掌上之后 他们之前脚下所踩着的黄石板上 就会变得空无一物 不再有丝毫的痕迹 不对 这应该不是符文皇帝罗素一泽的全部 有人突然出声 大声地道 众人向他看去 这是一位威武至极的老人 长发披散 半边头发漆黑如墨 半边头发雪白如霜 如同一阴一阳般 极为诡异 眉毛如钢针般耸立 连成为一字 右侧眼角一道血红色的刀疤 整个人如同一头凌厉的苍蝇一般 眼神犀利到了极点 诸位 如果我没有猜错 真正的罗素免下的遗则 在前面那座神殿之中 我们此时得到的 只是开胃小菜而已 各位切莫自满 我们还需携手 进入那神殿之中 才能真正得到质保啊 威猛阴阳发老人提议道 阴阳神君料致 不是向来独来独往吗 今日 竟然开口提携手 莫非这世道真的变了吗 另一人冷笑着站出来 却是一个又矮又胖 圆滚滚像是肉球一样的老人 背后 背着一对半月盾牌 合起来如一只龟壳子一样 但气势同样强横 哼 龟假仙 此时不同往日 涉及到人族至宝 当然要谨慎一些 我们联手 才能有更大的机会 得到宝藏 阴阳神君 料致笑呵呵地道 哼 只怕你真正打什么主意 只有你自己知道吧 龟假仙冷笑着 但很多人 依旧被 阴阳神君的话给说动了 人心 总是不知道满足 得到了之后 还想得到更多 人们的目光 开始朝着那神殿看去 之前他们来到广场上的时候 踩在一些黄石板上 立刻就不由自主地进入悟道 所以 还没有靠近神殿呢 此时在看那神殿 每个人的眼眸里 都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我那小兄弟啊 怎么还不出现 再晚一点 别说是吃肉了 连汤都没得喝了 西门夜说急的跺脚 左等右等 都等不到叶清雨的出现 有点担心 他是不是遇到危险了 秦之水也在张望着 已经有人朝着神殿走去 众人很快就来到了神殿石阶面前 有人刚要举步 朝着石阶上走去 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直接弹飞 拒绝了回去 嗯 怎么回事 另有人去世 同样无法登上石阶 有静置 阴阳神君 面色一边 亲自尝试 同样被那股无形的力量拒绝 根本踏不上石阶 想要直接越过石阶 直接飞跃上石殿石击 但根本不可能 神殿的四面 都有诡诀之力守护 无法跨越 直接轰开算了 有强者冷哼一声 扬手一道强悍无匹的力量 朝着石阶轰击了过去 哄 数倍于之前的力量 被反弹回来 啊 不 这名强者被震的道飞了出去 口喷鲜血 符文皇帝勉下的行宫 想要强闯 太不明智了 他想要给的 我们才能得到 他不想给的 我们抢求不到 那个妖妇以下半截身躯 被斩掉的强者 开口道 看来 只有有缘人 才能踏上石阶 得到一则之宝了 这人一头乱发 枯黄如同乱草 肌肉隆起 看得出来 曾经身形无比魁梧 但妖腹以下的部位 却被斩掉 显得有些凄惨 不过他掌心之中的那符文蓝光印 却是释放出幽幽蓝光 化作双腿 支撑住了他的身体 哼 天道逆曲 一切都在争 天残老鬼 你说这话 只怕是有点违心了吧 阴阳神君冷笑道 莫非你要说退了众人 自己却留下来 偷偷争取吗 这人 是 天残脚 莫凌峰 西门叶说一副见了鬼一般的表情 碰了碰旁边的秦植水 秦植水心中矩阵 不会吧 我们在血海之中 不是已经见到莫前辈的尸体 只是半截身躯而已 登天境的怪物 丢掉半个身躯 也死不掉 西门叶说也嘖嘖道 真是命运啊 你不是说 你曾经见过他吗 秦植水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道 你之前说 一百年前 莫前辈到过你的尸门 那岂不是说 你已经一百多岁了 没有没有 人家今年刚当二十 西门叶说支支吾吾地道 我是见过他 但他没见过我啊 我师门人很多的 哎呀好了 别计较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了 现在我们怎么办 要不是原路返回 把那个喜欢买死人的混蛋 拖到这里 帮他争取机缘啊 秦植水看了这货一眼 正要点头 这时 神殿开启之日已过 有缘人已经踏入神殿之中 诸位已得各自缘分 勿要再闯神殿 等到时机一到 送各位出行宫 一个威严肃木的声音 突然在天空之中响起 这声音出现得毫无征兆 如同冥冥之中 俯瞰万物生灵的 至尊君皇一样 语气之中 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所有人都觉得神魂震荡 心神摇曳 一时间无法自控 等到那声音消失 强者们相互骇然 眼中尽是震撼之色 难道是 罗素缅下的声音 不可能 罗素缅下已经 失去了 怎么 会 不 也许这说明 罗素缅下并没有陨落 天 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 有人激动了起来 阴阳神君 面色连连变化 阴着脸 道 别想得那么乐观 不一定是罗素缅下 也许只是一段神魂流音 又或者 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呢 这话一出 周围人心中都是一动 重宝在前 谁能如此心甘情愿地等待 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得到奇缘 是谁 是谁进入了神殿 不对啊 我们一开始来到的这些人 都在这里 莫非是后来者 有人议论了起来 能够来到这里的强者 无疑不是不知道 经历过多少场厮杀的人 无数次曾经在尸山血海之中跳舞 闲死还生 战斗经验不知道多丰富 而且 都是极为自信的人 自然不会因为天空之中突然想起的一句话 都真的当成是乖宝宝一样 在原地等待 依旧不断有人在尝试破开神殿防护 强行闯进去 有人甚至连手掌心中的符文蓝光印的力量 都去攻击神殿的无形禁止 可惜都不能得到丝毫的进展 西门叶说和秦旨水在人群后方 并没有上去尝试破开神殿禁止的想法 喂 你说那个进入神殿的家伙 不会是我兄弟吧 西门叶说 压低了声音道 秦旨水一愣 这个 难说 哈哈 要是我们辛辛苦苦 你挣我赶得跑了半天 最终被那个喜欢买死人的家伙 后发先至 得到了符文皇帝的遗则 那可就真的是有乐子了 西门叶说一副幸灾乐祸的口吻 秦旨水没好气地看了看他 道 难道你自己不想得到这份机缘吗 西门叶说黑黑地笑着 搓了搓手掌心 道 我已经得到了符文蓝光印啊 机缘已经到寿了 人嘛 要知道满足 哈哈 再说我兄弟得到 和我得到 也没有什么区别 我只很好奇 里面到底是什么机缘 难道真的是罗素缅下的一波真传吗 两人压低了声音对话 但旁边还是有人听到了 阴阳神君 料之的目光 落在西门叶说的身上 微微皱眉 道 你那个兄弟 是谁 叫什么名字 登天进强者的气息 立刻降临 只是被这阴阳神君 料之的目光一扫 秦旨水猛然间 觉得自己的心脏 好像是巨石压住了一般 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 但西门叶说 却看都没有看阴阳神君一眼 撇嘴道 关你屁事 料之的眼神 立刻阴狠毒辣了起来 前辈 是您 叶清宇震撼莫名 在神殿大门突然开启 被雷霆之力邪果进入了神殿之中后 叶清宇尽管疯狂地挣扎 却丝毫不能逃脱 那雷霆之力并非是普通雷电 不断地贯通叶清宇的身躯 简直就像是天乏零声一般 几乎将它撕裂 猜猜是谁 三百二十 人族前辈 一边的呆狗小九和小银龙 也是惨叫连连 整个过程 持续了足足一个时辰 叶清宇觉得自己的身体 都快要在雷电之中 分解成为威力了 但是没有想到 一个时辰之后 恐怖的神域雷霆突然消失 叶清宇精疲力竭地 漂浮在虚空中 神殿内部 无比昏暗 隐约可见 一排排巨大的古石书架 足足有数百米高 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种古书 书籍上闪烁着奇异的文字 有奇异且强大的力量气息 从书中传出来 仿佛每一本书中 都封印着什么可怕的神魔一般 那书架层层叠叠 看不到边际 仿佛是一片书架森林一样 叶清宇看不到这神殿有多大 但她可以确定 自己刚才看到的书架和古书 茫茫书万策 只是其中一点点而已 如同沙漠中的伊丽莎一般 而就在她震撼莫名的时候 一个身影 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一个熟悉的身影 一种熟悉的气息 正是曾经在暴雪冰原地下的 雪龙巢穴深处 那个神秘的雪龙坟种之中 遇到的神秘虚幻身影 这个神秘人 当时从沉睡万年之中 突然苏醒过来 看出了叶清宇身上的一些奇异之处 并且传授了叶清宇 天龙舞蹈真意的奥义 这才飘然而去 说是要去寻找昔日的一些痕迹 想办法恢复实力 这人 必定是一位盖带强者 叶清宇早就有所认识 只是没有想到 今日在符文皇帝罗素的行宫之中 又遇到了这人 前辈 是您 叶清宇大喜出声 小友 我们又见面了 神秘人和上一次相比 身形凝实了许多 不再是如以前那样飘渺虚幻 像是一团随时都会被风吹散的烟气 隐约可以看到她的面目 气质不凡 脸上隐隐带着笑意 没想到能够在这里 见到前辈 实在是 叶清宇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道 实在是太令人意外了 刚才 是前辈您出手 救了我 神秘人哈哈大笑 道 小友指的是刚才的神伐雷电 叶清宇点了点头 飞也 那是老夫为您引来的 神秘人笑道 前辈的意思是 叶清宇一正 这处行宫的雷电之力 最是可以脆体 尤其是对于苦海净强者来说 是最佳的脆体之物 所以费了一番心思 将它引来 为你脆体 神秘人目光在叶清宇身上掠过 满意地点点头 道 本来我以为 不到一年时间 你能悟透天龙真意六成 就已经算得上是天纵之才了 没想到小友更加惊艳 竟是全部领悟 已经可以自尽入画龙之态了 他之前看到了叶清宇画龙挣扎 想要逃脱神殿大门的情形 前辈谬赞了 晚辈也是在之前十八悟区里 误打误撞 才领悟了天空真意的奥义 勉强可以画龙 之前一直走错了方向 差点辜负前辈一番好意 叶清宇心中惭愧无比 机缘就是误打误撞中得来的 神秘人道 但若是没有天赋和悟性 却永远都不能到这一步 你很好 叶清宇再次感谢 在雪龙粉肿之时 我关你修为 内缘增长之事明显 有那无名心法在 并不需要补足 但你的肉体淬炼 却不得齐法 你的体质 堪称是罕见 却不能有效淬炼 潜力无从发挥 所以传授你古时炼体第一的 天龙真意 希望借助龙族之力 为你铺路 小有今日的进步 实在是让我欣慰啊 神秘人点头道 前辈抬爱 晚辈实在是惶恐至极 叶清宇这才领悟到 当日神秘人传授自己 天龙真意的一番苦心 当日的简单对话 叶清宇就能够感受到 这个神秘人心中那种 悲天悯人的心怀 那是一种 真正怜悯终生 心系人族的 伟岸长者前辈的形象 对于自己的关心和扶持 也是处于 提携人族后辈的一种心理吧 人族想要于 大千世界之中存续 需要更多像是你这样的后辈涌现啊 神秘人叹息着道 你一路走来 在迷雾之中 还有在山下做的事情 我都看到了 很好 非大人大智大勇者 不能踏上地路 人族要复兴 必出新地 才能博得那一次希望 我人族虽然如今是威 但依旧算得上是 大千世界的十大种族之一 但前辈之意 似乎略显悲观 不知道是因为 叶清宇小心翼翼地问道 神秘人的话语之中 总透露这一种 人族即将大获临头的感觉 以后 你就知道了 神秘人摇摇头 我这次苏醒 变观各界 百万年之前的局势 非但没有挽回 反而更有恶化趋势 当年三皇五帝都不能挽回之局 如今我族人才凋零 实在是 哎 叶清宇听得心惊肉跳 什么局 当年三皇五帝号称无敌 横扫宇内 威慑万族 压得其他种族喘不过来气 人族威势无双 怎么到了这神秘人的口中 却是以三皇五帝之强 竟不能挽回什么局 算了 这些往事 不说也罢 神秘人摇了摇头 与其重新 又变得轻松了起来 这一次 罗素的行宫游走时空 降临在这里 正是个机会 我提前布局 也算是散不下 一些种子吧 为天荒界的人族 燃起一丝火种 罗素这老东西 当年就喜欢到处留下一些遗工 到处去骗人 偏偏又磕磕吝啬的井 真正宝贵的东西 从来都不会轻易与人 所以后来渐渐就没有人再陪他玩了 哼 这处假行宫之中 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唯有这一丝老家伙 当年从神域雷海之中 采集而来的神伐雷霆之力 对于你脆体有益 对于你来说 也是一个机会 罗素这老东西 叶青与金的差点舌头都咬掉 我的个天 纵横古往今来 有谁敢这么称呼符文皇帝勉下 莫非这神秘人 竟然是昔日族已与三皇五帝媲美的存在 或者说 他是昔日符文皇帝罗素的老友 虽然早就知道 神秘人的来头大的惊人 但此时还是被他的口吻 给吓了一大跳 而且听他的口气 竟是可以随意 出入这座符文皇帝行宫 显然是对这里非常的熟悉 叶青与对神秘人的身份来历 更极好奇了 难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都是前辈宁暗中安排的 叶青与捕捉到了神秘人话中的一丝信息 恭敬地问道 这倒也不是 神秘人笑了笑 只是算到这符文行宫的出现之地 我听闻你到了陆明郡城 猜你可能会来 所以过来看看 正好这行宫之中 有一样东西 也是我恢复所需要的 前辈一直都在关注我吗 叶青与好奇地道 我离开雪龙坟种之后 便游各界 寻找昔日旧痕迹 也静观如今新世界 云游不定 适逢这处假行宫开启之日 寻见而来 经过幽雁观 盘缓几日 自然是听到了你的消息 后来你离关而出 我也在那时到达陆明山 宫门开启 迷雾一出 自然是各方惊动 就猜着你会来 正好助你一臂之力 神秘人笑着解释道 前辈费心提携 晚辈感激莫名 叶青与再次深深鞠躬 自从雪龙坟种之中一别 神秘人显然一直都在牵挂着自己 如同至亲长辈一样 提携你 自然是有原因的 希望你有资格 成为一个直骑者 而不是骑子 未来破局 望你能如古时圣人一般 为人族续命 神秘人意味深长 极为期待地看着叶青与 晚辈定当尽力 叶青与郑重地道 你做的事 我都听说过 做得很好 神秘人显然极为看好叶青与 这种看好 不仅仅是看好叶青与的资质 更是看好叶青与的做事风格和新性 当然 这其中 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前辈方才的言语之中 对这处行宫特别熟悉 莫非当年 叶青与忍了好几次 最终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当年和罗素老家伙 也算是 有过一些交情 所以知道这老鬼一些底细 神秘人道 刚才前辈说 这里是一处假行宫 叶青与心中 装了无数个疑问 但面对时神秘人 总有一种晚辈 面对长辈的局促感 不好连猪炮发问 只好斟酌一些合理的疑问 小心翼翼地提出来 神秘人微微一笑 长袖一甩 顺时间周围光亮大作 整个神殿之中 一片光明 四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之前叶青与隐约之中 看到的画面 果然没有错 整个神殿内部 比外面那广场 还要宽阔巨大 但却被无数巨大的 古时书架所占据 书架上密密麻麻地 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材质 各不相同的书籍 每一册书籍之中 都以奇异磅礴的力量涌出 叶青与从未看到过 如此庞大的图书馆 之前借助雷霆之光 看了个梗盖 就已经被震撼 此时清清楚楚地看到时 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 白鹿学院的图书馆 号称是陆明俊成 最大的书籍宝库 但和眼前这个 这座神殿比起来 藏书量还不如 神殿书架上的九牛一毛